耶利米书 第1章 宾亚敏帝亚拿图城的一位祭司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雅门的儿子约西亚座王第13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静年间 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加末年 就是第11年5月 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已先就认识你 你还未出母胎 我已把你分别为胜 立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祝耶和华 我不晓得说话 因为我年轻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年轻 因为无论我拆你到谁那里 你都要去 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 你都要说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于是耶和华伸手 按着我的口 对我说 看哪 我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今日我立你在列帮列国之上 为要拔出 拆毁 毁灭 清覆 又要建立核灾值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伊利米 你看见什么 我说 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看得不错 因为我要留意 使我的话成就 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我说 你看见什么 我说 我看见一个沸腾的锅 锅口从北面向南清侧 耶和华对我说 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 临到这地所有的居民 看哪 我要呼召北方列国的众族 他们要来 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 设立自己的座位 攻击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又攻击犹大各城镇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为了他们的一切恶事 就是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 叩拜自己手所做的 我要宣判他们的罪 因此 你要束腰 你要起来 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 都告诉他们 不要因他们惊惶 不然我就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 看哪 今日我使你成为 奸臣 铁柱 铜墙 抵挡全地 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和这地的众民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过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二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去在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年轻时的恩爱 新婚时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 在未曾耕种之地跟从我 我都记得 那时 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 做他出手的土产 吞吃他的都算为有罪 债货必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雅各家 以色列家的各族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列祖在我身上 究竟发现了什么不义 是他们远离我 随从虚无的偶像 自己也成了虚妄呢 他们也不问 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 引导我们走过旷野 走过荒漠有深坑之地 干旱死印之地 无人经过 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 在哪里呢 我领你们进入这肥美之地 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可是你们一进来 就玷污了我的地 你们使我的产业 成为可憎恶的 众祭司都不问 耶和华在哪里 律法师不认识我 官长背逆我 先知奉巴黎的名说预言 跟从那无异的偶像 因此 我要再跟你们争辩 也要跟你们的子孙争辩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尽管过到 集体海岛查看 派人去击达仔细查考 看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 有哪一国把自己的神换掉呢 其实那些并不是神 我的子民竟把他们的荣耀 换了无异的偶像 诸天啊 你们要因此震惊 要大大战力 极其凄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着了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以色列岂是奴隶 或是在家中生的奴仆呢 为什么竟成了略物呢 有时都向他咆哮 大声吼叫 使他的地荒凉 城中破毁 无人居住 挪福人和达比尼人 也剃光了你的头顶 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耶和华你的神在路上引导你时 你却离弃了他 现在你为什么要到埃及去 喝西河的水呢 你为什么要到亚述去 喝又发拉底河的水呢 你自己的罪恶要惩罚你 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 你当知道 也要明白 离弃耶和华你的神 没有畏惧我的心 是邪恶的 是痛苦的 这是主万君知耶和华的宣告 你从古时就折断了自己的恶 解开了自己的绳索 说 我不侍奉你了 你在每个高纲上 在每棵繁茂树下 敦伏行盈 我在你时 原是上等的葡萄树 是绝对纯种的 你怎么在我面前变为坏之子 成了野葡萄呢 你虽然用剪洗涤 多加肥皂 你罪孽的污渍仍留在我面前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怎么能说 我没有玷污自己 未曾跟从过巴黎呢 看看你在古中的行径 想想你所做过的 简直像快捷的小瓷陀在路上乱闯 又像灌在旷野的野驴 与心一起就喘气 他春情发动 谁能抑制他呢 寻找他的都不必费力 在他的交配期间 必能找到他 不要使你的脚赤路 你的喉咙干渴 你却说 没用的 因为我爱外族人的神 我要跟从他们 贼被捉拿时 怎样羞愧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领袖 祭司和先知 也都怎样羞愧 他们对木头说 你是我爸爸 对石头说 你是生我的 他们以背向我 不以脸向我 然而遭遇患难时却说 起来救救我们吧 你为自己所做的神在哪里 你遭遇患难时 如果他们能救你 就让他们起来吧 犹大 你的城有多少 你的神也有多少 你们为什么跟我争辩呢 你们都背逆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责打你们的儿女也是没用 因为他们不受管教 你们的刀剑像灭命的狮子 吞噬你们的先知 这世代的人啊 你们要注意耶和华的话 对以色列人来说 难道我是旷野或是黑暗的地方 我的子民为什么说 我们自由了 不再到你那里去了 少女能忘记他的事物吗 心腹能忘记他的华带吗 我的子民却忘记了我 这些日子无法数算 你多么通小门路去寻求爱情 就连坏女人 你也可以把门路指教他们 在你衣经上 又发现无辜穷人的血 并且你不是发现他们在挖窟窿时杀他们的 虽然这样 你还说我是无辜的 他的怒气必已离开我 看呐 我要审判你 因为你曾说我没有犯罪 你为什么要东奔西跑改变你的路向呢 你必因埃及蒙羞 像你从前因亚树受入一样 你必双手抱头从埃及出来 因为耶和华弃绝了你所倚靠的 你靠他们必不能成功 耶利米书第三章 耶和华说 人若是休妻 妻子离开了他 又嫁了别人 前夫怎能与他复合呢 如果复合 那地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你曾与许多情人行淫 还想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向光秃的山岗举目看看 哪里没有你的营姬 你坐在路旁等候情人 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 你淫乱和邪恶 把这地玷污了 所以甘霖停止 春雨不降 你还是一副妓女的面孔 不顾羞耻 你刚刚不是还呼叫我 我父啊 你是我年轻时的良伴 耶和华怎会永远怀怒 常存愤恨呢 你虽然这样说了 还是尽力去作恶 约西亚王在位的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被盗的以色列所做的 他怎样走上个高山 在每颗繁茂的树下行淫 你看见了没有 我以为他做了这些事以后 就必回转过来 可是他没有回转 他诡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 因被盗的以色列犯了淫乱 我就给他修书 把他修了 我看见他诡诈的妹妹犹大 还是不惧怕 照样行淫 因以色列把自己的淫行 视作等弦 去与石头木头行淫 就把这地玷污了 虽然这样 他诡诈的妹妹犹大 还没有全心归向我 只是假意地归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对我说 被盗的以色列 比诡诈的犹大还显得正义 你去 把这些话向北方宣告说 被盗的以色列啊 回转吧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不向你们辩脸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怀怒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孽 就是背逆了耶和华你的神 在每棵繁茂的树下 烂爱外族人的神 没有听从我的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被盗的人啊 回转吧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才是你们的主 我要每城娶一人 每族娶二人 把你们带到西安 我必把合我心意的牧人赐给你们 他们要用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当那些日子 你们在这地繁殖增多的时候 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会 不把他放在心上 不思念他 不觉得缺少 也不再制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 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 万国要聚集到他那里 因耶和华民的缘故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玩梗的恶心行事 在那些日子 有大家必与以色列家同行 他们必从北方之地 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地方 我说 我带你像带儿女一样 赐给你加美之地 就是列国中最美好的产业 我以为你会称我为父 不再离去不跟从我了 以色列家 妻子怎样行奸诈对丈夫不忠 你也照样以奸诈待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光突的高纲听到人声 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的声音 因为他们改转了自己的道路 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被盗的人啊 回转吧 我必医治你们被盗的病 看啊 我们来到你这里 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小山和大山上的宣扰 真是突然的 以色列的救恩诚然在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幼年以来 我们列祖劳苦得来的 他们的牛羊 他们的儿女 都给那可耻的偶像吞掉了 但愿我们躺卧在羞耻中 让惭愧遮盖着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 从我们幼年直到现在 我们和列祖都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 耶利米书第四章 以色列啊 你要是回转 就当回转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你从我面前除掉你可赠的偶像 不到处浪荡 如果你凭真理 公正 公义 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列国就必因耶和华蒙福 也必以他为荣 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这样说 你们要为自己开垦未经耕耘之地 却不要洒种在荆棘中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为了耶和华的缘故自行割离 除去心理的污秽 不然我的愤怒必因你们的恶行 如火一般发出来 无人能熄灭 你们应当在犹大宣告 在耶路撒冷传扬 说 要在境内吹号 高声呼叫说 你们要集合起来 我们要进到坚固的城里去 要向西安竖起旗号 赶快逃命 不可停留 因为我必使灾祸与严重的毁灭 从北方而来 狮子从他的密林中上来了 毁坏列国的已经动身 从他的本处出发 为要使你的地荒凉 使你的城市破坏 无人居住 因此 你们应当披上马步 痛哭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烈怒 还没有离开我们 到那日 君王和首领的勇气消失 祭司也要惊慌 先知都必诧异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于是我说 哦 主耶和华 你真是欺骗了这人民 也欺骗了耶路撒冷 说 你们必平安无事 其实刀剑已经架在景象上了 到那时 必有话对这人民和耶路撒冷说 有一阵热风从旷野光突的高刚 刮向我的子民 不是为博散 也不是为阳静 这过强的风要为我刮来 我就要向他们宣告我的叛词 看哪 我必如密云永聚 他的战车如旋风 他的马比鹰还快 我们有祸了 我们灭亡了 耶路撒冷啊 洗净你心中的邪恶 使你可以得救 你心存恶念 要到几时呢 因为有声音从弹宣告 从伊法连山传出灾祸的警报 要向列国提说 向耶路撒冷宣扬 围攻的人从远地而来 向犹大的各城镇大声呐喊 他们四面包围耶路撒冷 好像看守田地的人一样 因为耶路撒冷背叛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这一切灾祸 是你的所作所为做成的 这就是你的恶果 实在是苦 直透心底 我的肺腑 我的肺腑啊 我脚痛欲绝 我的心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战斗 我不能坚默不语 我的灵啊 我听见了号角的声音 也听见了战争的呐喊 毁灭的消息频传 因为全国尽都毁坏 我的帐篷忽然毁坏 我的帽子转瞬破裂 我看见七号要到几时呢 我听见号角的声音 要到几时呢 我的子民愚望 他们连我都不认识 是无知的儿女 没有悟性 他们有智慧行恶 却没有知识行善 我观看地 地是空虚混沌 我仰视天 天上也全然无光 我观看大山 他们尽都震动 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我观看 毫无人机 空中的飞鸟也逃掉了 我观看 肥美田园变为荒野 在耶和华面前 就是在他烈怒之下 所有的城市都被拆毁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全国都必荒凉 我却不进行毁灭 因此地要悲哀 天必昏暗 因为我说过 就不后悔 我定了意 绝不改变 因着寄兵和弓箭手的响声 各城的人尽都逃跑 他们进入密林 爬上岩屑 各城都被撇下 无人住在其中 你这被毁坏的 你在干什么 即使你穿上珠红色的服装 佩戴黄金饰物 用颜料画大你的眼睛 你自炫漂亮 也是白费的 爱你的人仍然鄙视你 他们都在寻锁你的命 我听到好像妇人铲痛的叫声 正像生头胎孩子的妇人疼痛的叫声 就是喜安居民的声音 他们喘着气 伸开双手说 唉 我有货了 在那些杀人者跟前 我发昏了 耶利米书第五章 你们去走遍耶路撒冷的街道 到处观察留意 又在城的广场上寻觅 如果能找到一个行正义 求诚实的人 我就赦免这城 城里的人虽然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其实他们起的事是假的 耶和华 你的眼目不是要看诚实的事吗 你击打他们 他们却不觉得伤痛 你摧毁他们 他们仍不肯接受管教 他们板着脸 脸皮比磐石还硬 总不肯回转 我说 这些人只是贫穷小民 为人愚昧 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道路 也不明白他们神的法则 我要亲自去见那些权贵领袖 跟他们谈谈 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道路 也明白他们神的法则 谁知 他们竟一起把恶折断 挣脱绳索 因此 狮子必从林中出来袭击他们 旷野的财狼要杀害他们 豹子在他们的城边窥死 出城的都必被撕碎 因为他们的过犯众多 被盗的事也无法数算 为什么我要赦免你 你的儿女离弃我 指着那些不是神的启示 我使他们饱足 他们却去行营 一起挤在祭院里 他们像饱石的马 情欲奔放 各向别人的妻子私教 我因这些事 怎能不施行惩罚呢 像这样的国家 我怎能不亲自报复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走进他的葡萄园里 施行毁坏 但不可毁灭他的之子 因为他们不属耶和华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待我实在太奸诈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不信耶和华 说 他不会做什么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我们也不会看见刀剑和饥荒 先知不过是一阵风 主的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他们所说的必临到他们身上 因此 耶和华万君之神这样说 因他们说了这话 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成为火 使这人民成为柴 或要把他们吞灭 以色列家 我必使一国从远方来攻击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国历久不衰 从古就有 他们的言语你们不懂得 他们所说的你们不明白 他们的剑囊像敞开的坟墓 他们尽都是勇士 他们必吞灭你们的庄稼和粮食 吞灭你的儿女 你们的羊群牛群 以及你们的葡萄和五花果 他们也必用刀剑毁坏你们 所倚仗的坚固城 就是到了那时 我也不把你们完全毁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将来如果有人问 耶和华我们的神 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 你就要对他们说 你们怎样离弃我 在你们的土地上 侍奉外族人的神 你们也要在不属 你们的土地上 照样服侍外族人 你们要在雅各家宣告这事 在犹大传扬说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你们应当听这话 你们连我都不惧怕吗 在我面前 你们也不战惊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以沙做海的疆界 做永远的界限 海就不能越过 波浪翻腾却不能漫过 怒涛澎湃 仍无法逾越 可是 这人民竟存着 顽梗悖逆的心 背我而去 他们心里也不想想 我们应当敬畏 耶和华我们的神 祂按时赐予 就是秋雨春临 又为我们保存 定时收割的节令 你们的罪孽 使这些都离开了 你们的罪恶剥夺了你们的幸福 在我的子民中发现了恶人 他们好像捕鸟的人敦服窥探 装置网罗捕捉人 笼中怎样满了雀鸟 他们的屋里也满了诡诈 他们就因此财雄势大 他们肥胖光润 做尽各种坏事 他们不为人辩护 不替孤儿辩屈 使他们获益 也不为穷人申冤 我因这些事怎能不施行惩罚呢 像这样的国家 我怎能不亲自报复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恐怖害人的事在国中发生了 先知说假预言 祭司凭己义把持权柄 我的子民竟喜爱这样 到了结局 你们怎么办呢 叶利米书第六章 变雅敏人啊 赶快逃命 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要在提戈亚吹脚 在伯哈基林生风火 因为灾祸和严重的毁灭 已从北方迫近 美丽高贵的西安居民 我必除灭你们 牧人必带着他们的羊群 来到西安那里 在城的四围支搭帐篷 各在自己的地方分别牧放羊群 你们要备战攻击他 起来 我们趁着正午上去 唉 可惜日渐西沉 牧影脱长了 起来 我们趁着夜间上去 毁坏他的堡垒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砍下他的树木 竹磊攻打耶路撒冷 他是那该受惩罚的城 其中尽是切压的事 竟怎样涌出水来 这城也怎样涌出恶来 城中常常听到强暴和毁灭的事 在我面前不断有病患与创伤 耶路撒冷啊 应当受警戒 免得我的心与你疏远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任凭他们像摘尽葡萄一样 对待以色列剩下的人 你要像摘葡萄的人 像枝子伸手 摘了又摘 我可以向谁说话 向谁警告 使他们可以听从呢 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离 不能听闻 看啊 他们以耶和华的话为羞辱 一定也不喜欢 因此 我心里充满耶和华的愤怒 无法容忍 你要把我的愤怒 向街上的孩童倾倒 又倾在连群集结的年轻人身上 夫妻一起被捉住 年老的 瘦高的也不例外 他们的房屋 田地与妻子 都要一起转归别人 因为我要伸手 攻击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个个都贪图不义之财 从先知到祭司 全都行事诡诈 他们草率地 医治我子民的损伤 说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耶和华说 他们行了可赠的事 本应觉得羞愧 可是他们一点羞愧都没有 恬不知耻 因此 他们必扑倒在倒下的人中间 我惩罚他们的时候 他们必倒下来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站在路上查看 寻访远古的路径 看哪一条是美善的路 就走在其中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走在其中 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 说 你们要留心听号角的声音 他们却说 我们不听 列国啊 因此你们要听 以色列会众啊 要晓得他们将遭遇的 大帝啊 要听 我必是灾祸 连到这人民 这是他们的意图 带来的结果 因为他们没有留心听我的话 我的律法 他们也弃绝了 从世巴来的乳香 从远地出的昌谱 献给我 有什么益处呢 你们的繁祭 不蒙悦纳 你们的祭祀 我不喜悦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把绊脚石 放在这人民的前面 他们父子一起 在齐上半岛 邻舍与朋友 也都灭亡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有一个民族 从北方之地而来 有一大国 被激动从地级来到 他们紧握弓和枪 性情残忍 毫无怜悯 他们的声音 向海洋怒吼 西安的居民啊 他们骑着战马 在战场上 如同一人 列阵攻击你们 我们听到 有关他们的消息 手就发软 痛苦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疼痛 好像正在生产的妇人 你们不要出到田野去 也不要在路上走 因为四围有仇敌的 刀剑和惊吓 我的同胞啊 应当披上麻布 在灰尘中打滚 悲哀如丧 独生子 嚎啕痛哭 因为有形毁灭的 会突然攻击我们 我使你在我子民中 做渐变和试验的 好让你查查 鉴别他们的行径 他们都是十分悖逆的人 到处搬弄是非 他们是铜 是铁 他们都是败坏的 风箱猛烈地吹 牵在火中消融 他们恋而又恋 徒劳武功 因为邪恶的人未除去 人要称他们为 背弃的淫渣 因为耶和华 把他们弃绝了 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和华有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站在耶和华的 殿门口 在那里宣告这话 说 所有进这些门来 敬拜耶和华的 犹大人啊 你们都要听 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这样说 你们要改正自己的 所作所为 我就让你们 在这地方居住 你们不要 要依靠虚谎的话 说 这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如果你们实在 改正自己的 所作所为 人与人之间 认真实行公正 如果你们 不欺压寄居的 不欺压孤儿寡妇 不在这地方 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跟从别的神 自招祸患 我就让你们 再赐给你们列祖 直到永远的 这地方居住 可是 你们竟然 依靠虚谎无意的话 你们怎可偷盗 凶杀 奸淫 骑甲事 向巴黎烧香 跟从你们 素不认识的别神 然后来到这 称为我名下的殿 站在我面前说 我们安全了 你们这样就可以 行这一切可赠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难道在你们眼中 看为贼窝吗 但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可以到 世罗我的地方去 就是先前我名的居所 看看我因我子民 以色列的邪恶 对那地方所行的 现在 因你们行了这一切事 我不断恳切告诫你们 你们却不听 我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答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所以我从前怎样对待 世罗 将来也怎样对待 你们所倚靠的 那称为我名下的殿 以及我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方 我必把你们 从我面前赶出 像我从前赶出 你们的众弟兄 以法连所有的后裔一样 至于你 不要为这人民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为他们向我恳求 因为我不会听你 他们在犹大的各城中 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所行的 你没有看见吗 儿子剪柴 父亲生火 父女团灭 为天后做病 又向别的神 教奠基 惹我发怒 他们害的是我吗 岂不是他们自己 以致脸上蒙羞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的怒气和愤怒 必倒在这地方 也必倒在人口 牲畜 田野的树木 和地的出产上 怒火烧起 不能熄灭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尽管把繁祭 加在平安祭上 自己吃祭肉吧 因为我把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繁祭和平安祭的事 我并没有向他们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要遵行 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好使你们蒙福 他们却没有听从 也不留心 反倒按照他们的计谋 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向后不向前 自从你们列祖 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拆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而且是每日不断拆遣 你们却没有听从 毫不留心 反倒映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的列祖还厉害 你要把这一切话告诉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你 你呼叫他们 他们也不回应 然而 你要对他们说 这就是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不受管教的国 诚实丧尽 并已从他们的口中断绝了 你要剪去头发 并且把它抛掉 上到光秃的高纲举哀 因为耶和华 便是弃绝了 他所憎恨的世代 因为犹大人 行了我看为恶的事 把他们可赠的偶像 安放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污毒了这殿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在心嫩子谷中 建造了陀斐特的秋坛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不是我吩咐的 我也没有在心里想过 因此 看啊 日子快到 人必不再称这地方为陀斐特或心嫩子谷 却要称它为杀戮谷 人必在陀斐特埋葬尸体 甚至无处可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这人民的尸体 也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没有人来驱赶 那时我必在犹大的城市中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使欢欣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心腹的声音止息 因为这地必要变为荒场 耶利米书第八章 到那一天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敌人要把犹大猎王 首领 祭司 先知和耶路撒冷居民的海骨 都从他们的坟墓里取出来 抛散在太阳 月亮和天上的万象之下 就是他们从前所爱慕 服侍 跟随 求问 敬拜的 这些海骨 必不再被收敛埋葬 必在地面上成为粪肥 这邪恶的家族 剩下的渔民 在我驱逐他们到的各地 宁可选择死 也不要存活 这是万军至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人跌倒了 不再起来吗 人偏离了 不再回转吗 这人民为什么被盗 耶路撒冷 为什么长久偏离 他们定义行诡诈 不肯回转 我留心听 但他们都不说真实的话 没有人为自己的恶行后悔 说 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们个人继续走自己偏差的路 向战马直冲入战场 连空中的灌鸟 也知道自己来去的季后 班纠 燕子和白鹤 也谨守迁移的使令 我的子民 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 你们怎可以说 我们是智慧人 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呢 事实上 经学家虚假的比 已把律法变成谎言了 智慧人必蒙羞 惊慌失措 看哪 他们弃绝了耶和华的话 他们还有什么智慧呢 因此 我必把他们的妻子给别人 把他们的田地给别的主人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各个都贪图不义之财 从先知到祭司 全都行事鬼诈 他们草率的 医治我子民的损伤 说 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耶和华说 他们行的可憎的事 本应觉得羞愧 可是他们一点羞愧都没有 恬不知耻 因此 他们必扑倒在倒下的人中间 我惩罚他们的时候 他们必倒下来 我要彻底除掉他们的庄稼 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无花果 叶子也必枯干 我赐给他们的都离开他们过去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们为什么坐着不动呢 你们要集合起来 我们要进入坚固的城里去 在那里灭亡吧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我们灭亡 又把毒水给我们喝 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我们期待平安 却得不到好处 期待得医治的时候 不料只有惊慌 从但那里听见敌人战马的喷气声 全地因听见撞马的嘶鸣声震动 他们来是要脱灭土地和地上所有的 要脱灭城和城中的居民 看啊 我要打发毒蛇到你们中间 是没有法术能制服的 他们必咬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的愁苦无法医治 我的心在我里面悲痛欲绝 听啊 我同胞的呼救声 从遥远之地传来 耶和华不在喜安吗 喜安的王不在其中吗 他们为什么以自己雕刻的偶像 和列国虚无的偶像 来惹我发怒呢 收割期已过 夏天也结束 但我们仍未获救 因着我的同胞被压碎 我的心破碎了 我悲伤痛哭 惊慌抓住了我 难道激烈没有乳香吗 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 我的同胞 为什么总不痊愈呢 耶利米书第九章 但愿我的头是水井 我的眼是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同胞中被杀的 昼夜哭泣 但愿我在旷野 有一个旅客住宿的地方 好使我离开我的同胞 可以离他们而去 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是行诡诈之徒 他们弯曲舌头 像弯弓一样 在这地得势的是虚晃 不是诚实 因为他们变本加厉的作恶 连我也不认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个人要提防自己的邻舍 不要信靠兄弟 因为每一个兄弟都在欺骗人 每一个邻舍都搬弄是非 他们个人都欺骗自己的邻舍 不说诚实话 他们训练自己的舌头 说谎话 竭力作孽 以致他们不能回转 欺凌加上欺凌 诡诈加上诡诈 他们不肯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熬练他们 试验他们 因我子民的罪恶 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的舌头是杀人的利剑 嘴里说的是诡诈 跟林社说话满口甜言蜜语 心底里却设计陷害他 我因这些事 怎能不惩罚他们呢 像这样的国家 我怎能不亲自报复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为众山哭泣哀嚎 为旷野的草场唱哀歌 因为都已成为荒凉 无人经过 也听不到牲畜的叫声 无论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都逃走跑掉了 我要使耶路撒冷变成乱堆 成为野狗的巢穴 我要使犹大的城市荒凉 无人居住 谁是智慧人可以解明这事 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 以致他可以传讲这事 为什么这地被毁坏 像旷野般荒凉 无人经过呢 耶和华说 这是因为他们离弃了 我摆在他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从我的话 没有遵行我的律法 反而随从自己玩耿的心形式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 随从重巴力 因此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啊 我要使这人民吃苦井和毒水 我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中 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列祖 都不认识的列国 我要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把他们灭绝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思想 要把唱哀歌的妇女召来 把那些擅长哀哭的妇女请来 叫他们赶快为我们取哀 使我们的眼流下眼泪 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泪水 因为从西安可以听到哀声说 我们何等衰败 我们多么羞耻 因我们丢弃了这地 我们的家园被拆毁了 父女们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的耳朵要领受他口中的话 要教导你们的女儿举哀 个人要彼此学习哀歌 因为死亡从窗户上来 进入我们的堡垒 要从街上捡出孩童 从广场上捡出年轻人 你要这样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的尸体横握着 像田野上的粪肥 又像遗留在收割者后面的脉髓 无人拾去 耶和华这样说 智慧人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 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勇力 财主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 夸口的却要因了解我 认识我而夸口 认识我是耶和华 我在地上施行慈爱 公正 公义 因为我喜悦这些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惩罚所有 只在身体受过割离 内心却未受割离的人 就是埃及 犹大 以东 雅门 摩押和所有剔除病法 住在旷野的人 因为列国的人都没有受过割离 甚至以色列全家的内心 也没有受过割离 耶利米书第十章 以色列家 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要学习列国的行径 列国因天象惊慌 你们却不要因这些惊慌 因为万民所信奉的 都是虚空 只是从林中砍下的树木 是匠人用凿刀制成的产品 他们用金银把它修饰 用钉子和锤子把它定牢 使它不动摇 他们像瓜田里的稻草人 不能说话 他们必须要人抬着走 因为他们不能走路 你们不要害怕他们 因他们不能降货 也不能降福 耶和华 没有可以跟你相比的 你是伟大的 你的名大有能力 万国的王啊 谁敢不敬畏你呢 这是你应得的 因为在列国所有的智慧人中 以及在他们的全国里 没有可以跟你相比的 他们全是顽耿愚昧 他们所领受的教导 是来自那些虚无 木作的偶像 那些偶像 相有经过锤炼的银片 银子是从踏实运来的 也有从无法运来的金子 都是匠人和金匠手作的产品 他们穿着蓝色和紫色的衣服 全都是巧匠的作品 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他是永活的神 是永远的君王 他已发怒 大地就震动 万国都不能抵受他的愤怒 你们要对他们这样说 那些没有创造天地的神 必从地上 从天下消灭 耶和华用自己的能力 创造了大地 用自己的智慧 建立了世界 又用自己的聪明 展开了诸天 他已发生 空中重水就澎湃 他是云雾从地级上腾 他造了闪电和雷雨 又是风从他的仓库里吹出来 人人都是顽梗无知 所有的金匠都因偶像羞愧 因为他们铸造的像 都是虚假 没有气息的 偶像都是虚无的 是荒谬可笑的作品 到了陶醉的时候 他们必被除灭 那座雅各产业的 并不像这些偶像 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 以色列是属他的民族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住在被围困的城中的人啊 你们从地上拾起自己的行囊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在这时候 我要把这地的居民投掷出去 又是他们受困苦 以致他们被压倒 因我的损伤 我有祸了 我的创伤不能医治 但我说 这是我的痛苦 我必须忍受 我的帐篷毁坏 我的绳索都折断了 我的儿女都离我而去 不在这里了 再没有人支搭我的帐篷 挂起我的慢子 牧人都是玩梗的 他们不求问耶和华 因此他们不得亨通 他们所有的羊群都四散 听啊 有风声传来 有大骚动从北方之地而来 要使犹大的城市荒凉 成为野狗的巢穴 耶和华 我知道 人的道路是不由自己的 人行走时 也不能确定自己的脚步 耶和华 求你只按着公正惩治我 不要按着你的愤怒施行惩治 免得你使我衰微 愿你把你的烈怒 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列国 和不求告你名的万族身上 因为他们吞吃了雅各 他们吞吃了他 把他消灭 使他的住处荒凉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军民 你们要听从这约的话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不听从这约的话的必受咒诅 这约就是我把你们的列祖 从埃及地从铁炉那里领出来的那天 所吩咐他们的 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着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话去行 这样 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履行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是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 好像今天一样 于是我回答说 耶和华 阿们 耶和华又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各城中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宣告这一切话说 你们要听从 遵行这约的话 因为自从我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地那天 我已郑重警告他们 直到今日 我仍不断警告他们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毫不留心 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所以 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我曾吩咐他们遵行这约 他们却不遵行 耶和华又对我说 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中间 有背叛的阴谋 他们回到他们祖先所犯的罪孽中 他们的祖先不肯听从我的话 却随从侍奉别的神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违反了我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虽然向我哀求 我必不听他们 那时 犹大各城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必去哀求他们烧香供奉的神 只是在他们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却完全不能拯救他们 犹大 你的城有多少 你的神也有多少 耶路撒冷的街道有多少 你为那可耻的巴黎所设立烧香的祭坛也有多少 至于你 不要为这人民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呼求的时候 我必不听他们 我所爱的既然行了罪大恶极的事 还有什么资格在我的殿里呢 难道祭肉可以消除你的灾祸 使你得着欢乐吗 耶和华曾称你的名字为 壮丽 多结莓果的青橄榄树 现在 他必借风暴雷轰 把他燃点起来 他的枝子也都折断 那栽种你的万君之耶和华 已经宣布降灾攻击你 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自己所行的恶 他们向巴黎烧香 惹我发怒 耶和华把他们的阴谋指示我 我就知道了 那时 你把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 至于我 我却像一只寻粮的羊羔 被迁到屠宰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 他们说 我们来把这树和果子都毁灭吧 把他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但万君之耶和华 你是凭公义审判人 试验人肺腑和心肠的 求你让我看见 你在他们身上施行的报复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案件向你沉明了 因此耶和华指责那些雅拿图人 他们寻所你命 向你恐吓说 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 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惩罚他们 他们的年轻人 必死在刀下 他们的儿女 必因饥荒而死 他们中间 必没有余生的 因为在惩罚他们的年日 我必使灾祸 临到他们身上 耶利米书第十二章 耶和华 我跟你争辩的时候 总是你有理 然而 我还要跟你讨论 有关公正的问题 恶人的道路 为什么亨通 所有行诡诈的 为什么都得享安逸 你再中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 并且长大 结出果实 他们的口中有你 心里却没有你 但耶和华 你认识我 了解我 你查验了 我对你的心意 求你把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崽的羊一般 求你把他们分别出来 留待宰杀的日子 这地悲哀 田野的青草都枯干 要等到几时呢 由于这地居民的恶行 走兽和飞鸟都灭绝了 因为他们说 神看不见我们的作为 耶和华说 如果你与徒步的人同跑 尚且觉得疲倦 怎能跟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稳妥之地 尚且跌倒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怎么办呢 因为连你的兄弟 你的父家 都以诡诈待你 连他们也在你后面 高声喊叫 虽然他们对你说好话 你也不可信他们 我撇下了我的家 丢弃了我的产业 我把我心爱的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对我就像 树林中的狮子向我咆哮 因此我恨恶他 我的产业对我不就像 一只带斑点的鸟鸟 其他的鸟鸟都四为攻击他 你们去聚集田野各样的走兽 带他们来吃吧 许多牧人毁坏了我的葡萄园 践踏了我的田地 他们使我美好的田地 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使地荒凉 在我面前一片荒凉悲哀 全地荒凉 却无人关心 在旷野 一切光秃的高纲上 心毁灭的已经来到了 因为耶和华的刀 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 要脱灭一切 人人都没有平安 他们种的是小麦 收的却是荆棘 虽然经疲力竭 却一无所获 因耶和华的烈怒 他们必为自己的出产羞愧 耶和华这样说 至于所有邪恶的邻国 他们侵犯我 赐给我子民以色列的产业 看哪 我要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 也要把犹大家 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但我把他们拔出来以后 我必再怜悯他们 把他们领回来 各自归回自己的产业 自己的故乡 如果那些邻近的国家 真的学习我子民的道路 指着我的名启示 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 教导我的子民 指着巴黎启示一样 他们就必在我的子民中间 被建立起来 他们如果有不听从的 我就把那国拔出来 把他拔除消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 耶和华这样对我说 你去为自己买一根麻布腰带 竖在腰上 但不要把它放在水中 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 买了一根腰带 竖在腰上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 拿你买来竖在腰上的腰带 起来 往右发拉底河去 把腰带藏在那里的岩石缝中 我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去把腰带藏在 右发拉底河那里 过了多日 耶和华对我说 起来 往右发拉底河去 把我吩咐你 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 于是我往右发拉底河去 在那里挖掘 把腰带从我埋藏的地方取出来 看啊 腰带已经腐烂了 完全没用了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尊荣 和耶路撒冷极大的尊荣 这邪恶的人民 不肯听从我的话 他们随着自己顽梗的心形式 随从别的神 侍奉敬拜他们 所以他们必向这根腰带 毫无用处 因为腰带怎样紧贴着人的腰 我也曾怎样 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着我 好使他们做我的子民 叫我得名声 得赞美 得荣耀 可是他们却不听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对他们说这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每一个酒瓶都要盛满酒 如果他们对你说 难道我们不清楚知道每一个酒瓶都要盛满酒吗 你就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使这地所有的居民 就是那些做大卫王位的君王 以及祭司 先知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都完全罪倒 我要使他们彼此碰撞 连父子也要互相碰撞 我必不爱惜 不可怜 也不怜悯他们 我必把他们灭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听 要留心听 不要骄傲 因为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你们的神 还没有使黑暗临到以前 你们的脚 还没有在昏暗的山上半岛之前 你们要把荣耀归给他 你们期待光明 他却把光明变为死印 使光明变成有黑 如果你们不听从 我必因你们的骄傲暗暗哭泣 我的眼必痛哭流泪 因为耶和华的羊群被掳去了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 你们应从宝座下来 因为华里的冠冕 已经从你们的头上脱下来了 南地的城市已被围困 没有人能解围 整个犹大都被掳走 全被掳去了 耶路撒冷啊 你要举目观看 那些从北方来的人 从前交给你的羊群 就是你引以为荣的群羊 现今在哪里呢 耶和华立你自己结交的盟友 为首领管辖你 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痛苦岂不把你抓住 好像妇女生产时的痛苦一样吗 如果你心里问 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呢 这是由于你极大的罪孽 你的袍子被掀起 你的下体暴露出来 古时人怎能改变他的肤色 花豹怎能改变他的斑点 你们这些惯作坏事的人 又怎能行善呢 因此 我要使你们四散 像被旷野的风吹走的碎阶一样 这是你应得的 是我粮给你的份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你忘记了我 去依靠虚假的偶像 所以我必把你的袍子掀到你的脸上 使人看见你的丑态 你的奸淫 你淫荡的叫声 你邪淫的恶行 在山上 在田野间 你那些可憎的事 我都看见了 耶路撒冷啊 你有祸了 你这样不洁净 要到几时呢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是关于旱灾的事 犹大悲哀 他的城镇衰落 人人都坐在地上悲伤痛哭 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于天 他们的险贵拆派同仆去打水 同仆来到池边 却找不到水 就拿着空的器皿回来 他们失望难过 蒙着自己的头 土地干裂 因为地上没有雨水 农夫失望 都蒙着自己的头 甚至母鹿在田野生产的小鹿 也得把它丢弃 因为没有青草 野驴站在光秃的高刚上 向野狗喘着气 他们双目发呆 因为没有青草 野和华 即使我们的罪孽指证我们 还求你以你名的缘故施行拯救 我们实在多次被盗得罪了你 以色列的盼望啊 以色列遭难时的拯救者啊 你为什么在本地像一个寄居的人 又像个只住宿一夜的旅客呢 你为什么像个受惊的人 又像个不能拯救人的勇士呢 野和华 你是在我们中间 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求你不要离弃我们 野和华论到这人民这样说 他们喜爱这样流荡 不约束自己的脚 因此野和华不悦纳他们 现在就要纪念他们的罪孽 并要惩罚他们的罪恶 野和华对我说 不要为这人民祈求好处 即使他们进食 我也不会听他们的呼求 即使他们献上凡计和素计 我也不会悦纳 我却要用刀剑 饥荒和瘟疫去灭尽他们 我就说 哎 主野和华 你看 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 你们必不会看见刀剑 也必不会有饥荒 因为我野和华 要在这地方赐给你们很久的平安 野和华对我说 那些先知借我的名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 也没有向他们说话 他们对你们所预言的是虚假的意象 占卜的预兆 虚无的事和他们自己心里的诡诈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关于那些借我名说预言的先知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他们竟说 这地 必不会有刀剑和饥荒 那些先知 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至于那些听他们说预言的人民 必因刀剑和饥荒被抛弃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没有人埋葬他们 也没有人埋葬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我必要把他们作恶应得的报应 倒在他们身上 你要对他们说这话 愿我的眼泪直流 日夜不停 因为我的同胞遭受极大的毁灭 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如果我出到田间 就看见那些被刀剑所杀的人 如果我走进城里 就看见因饥荒而来的各种疾病 连先知和祭司 也流亡到他们素不认识的地方 你真的棄绝犹大吗 你真的讨厌喜安吗 你为什么击打我们 使我们无法医治呢 我们期待平安 却得不到好处 期待得医治的时候 不料只有惊慌 耶和华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我们实在得罪了你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 不要厌弃我们 不要叫你荣耀的宝座蒙羞 求你纪念你和我们所立的约 不要废除 列国虚无的偶像中有可以降雨的吗 天能自降甘霖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能够这样做的不是只有你吗 所以我们仰望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我说 即使摩西和撒末尔站在我面前待求 我的心也不会转向这人民 你把他们从我面前赶走 叫他们出去 如果他们问你 我们要去哪里 你就告诉他们 耶和华这样说 该死亡的就死亡 该被刀剑所杀的 就被刀剑所杀 该遭遇饥荒的 就遭遇饥荒 该被掳的 就被掳去 我要命定四种刑罚对付他们 就是刀剑杀戮 尸体被野狗拖走 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吞吃与毁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犹大王西西加的儿子马拿西 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 我必是地上万国 看见他们的遭遇就惊恐 耶路撒冷啊 谁会可怜你呢 谁会为你悲伤呢 谁会转身向你问安呢 你离弃了我 你转身背着我 因此我要伸手攻击你 毁灭你 我不会再回心转意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在这地的城门口 用拨击拨了我的子民 使他们丧掉儿女 使他们灭亡 他们仍不转离自己所行的路 我使他们寡妇的树木比海沙还多 我使行毁灭的在五间临到我的子民 打击年轻人的母亲 使痛苦的惊恐忽然临到他们身上 那生过七个子女的母亲 衰竭疲弱 几乎弃绝 还在白昼 她的太阳已经熄落 她必惭愧蒙羞 我必使他们余生的人 在敌人面前死于刀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母亲啊 我有货了 因为你生了我 这个跟全地相争相斗的人 我从没有借钱给人 也没有向人借钱 可是人人都咒骂我 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的好处释放你 在遭遇祸患和灾难的时候 我必叫你的仇敌恳求你 谁可以折断铁 就是从北方来的铁和铜呢 依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 我必把你的财产和宝物 白白给敌人做掠物 我必使你在你不认识的地方 服侍你的仇敌 因为我的怒火燃烧起来 要烧灭你们 耶和华 你知道这一切 求你纪念我 看顾我 替我向那些逼迫我的人报复 求你忍怒 不要取去我的性命 要知道 我为你的缘故受了侮辱 我一得到你的话 就把他们吃了 你的话 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耶和华万君的神啊 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欢笑者的集会中 一同欢乐 因为你的手在我身上 你使我满了愤怒 我就独自静坐 我的痛苦 为什么长久不止呢 我的创伤 为什么无法医治 不得痊愈呢 你对我真的像叫人失望 靠不住的溪流吗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如果你回转 我必让你回来 你就可以示力在我面前 如果你说宝贵的话 不说无价值的话 就必做我的口 他们要归向你 你却不要归向他们 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铜墙 抵挡着人民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过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搭救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掌握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在这地方你不可娶妻 不可生儿育女 因为论到这地方出生的儿女 和在这地生养他们的父母 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都必死于致命的义症 没有人为他们哀哭 他们的尸体也没有人埋葬 必在地面上成为粪肥 他们必被刀剑和饥荒所灭 他们的尸体成了空中飞鸟 和地上走兽的食物 耶和华这样说 你不可进入丧家 也不可去为他们哀哭悲伤 因为我已经从这人民身上 收回我的平安 慈爱和怜悯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尊大的和卑微的都必死在这地 没有人埋葬他们 没有人为他们哀哭 也没有人为他们割伤自己 剃光头发 没有人为哀悼的人剥饼 为死者安慰他们 丧父或丧母的人 都没有人给他们喝一杯安慰酒 你也不可进入欢宴之家 跟他们同坐 一起吃喝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在你们眼前 在你们还活着的日子 使欢笑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 都从这地方止息了 你向这人民传讲这一切时 如果他们问你 耶和华为什么宣告 这一切严重的灾祸 对付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罪孽 我们犯了什么罪 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呢 你就要回答他们 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随从别的神 侍奉敬拜他们 他们离弃了我 不遵守我的律法 至于你们 你们做坏事 比你们的列祖更厉害 看哪 你们个人都随从 自己玩梗的恶心形式 不听从我 因此 我要把你们从这地赶出去 去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地 你们在那里 必昼夜侍奉别的神 因为我不再向你们施恩 看哪 日子快到 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 从北方之地 从他们被赶逐到的各国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因我要令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 就是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的 看哪 我要差人去叫许多渔夫来 捕捉以色列人 然后 我要差人去叫许多列人来 从各大山 小山和岩石的裂缝里 列取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的眼 查看他们所行的一切 在我面前 这一切都无法隐藏 他们的罪孽 不能从我眼前遮掩起来 首先 我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因为他们用自己那些毫无生气 可憎的偶像 玷污了我的土地 他们那些可厌之物 充满了我的产业 耶和华 我的力量 我的堡垒 我遭难时的避难所 万国要从地级前来朝见你说 我们列祖所承受的 只是虚假的偶像 是虚空 亦无用处的 人岂能为自己制造神呢 其实这些偶像并不是神 因此 看哪 我要使他们知道 这一次 我必叫他们认识 我的手和我的能力 他们就知道 我的名是耶和华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铭记的 是用金刚钻 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和他们祭坛的脚上 他们的儿女也怀念着 那些在各高纲上 在繁茂树旁的祭坛和亚瑟拉 我在田野的山啊 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 我必把你的财产 一切宝物和你的丘坛给敌人做略物 以你自己的缘故 我赐给你的产业 你必失掉 我必使你在你不认识的地方 服侍你的仇敌 因为你们惹起我的怒火 我的怒火必燃烧到永远 耶和华这样说 倚靠世人 视平肉体为自己的力量 心里偏离耶和华的 这人该受咒诅 他必向沙漠中的灌木 福乐来到 他也必看不见 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地 无人居住的贤地 但倚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必向一棵树 栽种在水边 树根伸进河里 炎热来到 并不害怕 树叶仍然繁茂 在荒瀚之年 他不挂虑 并且不断结果子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无法抑制 谁能试透呢 我耶和华是查透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着个人的行为 和个人所做的事 应得的结果报应个人 使用不公正的方法 发财的 就像一只 这姑敷了 不是自己所生的蛋 到了中年 那财富必离开他 最后 他必成为一个愚昧人 我们的圣索是荣耀的宝座 从起初就矗立在高处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离弃你的都必蒙羞 偏离你的 他们的名字 必写在沙土上 因为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这活水的源头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我就得医治 求你拯救我 我就得拯救 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 看啊 他们常常对我说 耶和华的话在哪里 使他应验吧 至于我 我没有急忙离弃 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份 也没有想望灾难的日子 这是你知道的 我嘴里所出的话 都在你面前 求你不要使我因你惊恐 在灾祸的日子 你是我的避难所 愿那些迫害我的蒙羞 却不要叫我蒙羞 愿他们惊恐 却不要使我惊恐 求你使灾祸的日子 临到他们 加倍毁灭他们 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你去站在犹大列王 出入的城门 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城门口 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诸王 犹大众民和所有进入 这些城门的犹大居民啊 你们要听他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为了自己的性命 你们要谨慎 不可在安息日挑担子 不可挑进耶路撒冷的城门 也不可在安息日 从你们家里挑担子出来 什么功都不可做 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 正如我吩咐你们列祖的 你们的列祖却没有听从 毫不在意 反而应这景象不肯听 不受管教 耶和华宣告说 但如果你们真心听从我 不在安息日挑担子 进入这城的城门 并且守安息日为圣日 在那日不做任何工作 这样就必有做大魏王位的列王 并有众领袖随着 进入这城的城门 列王和众领袖乘着车 骑着马 跟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一同进入这城 这城必永远有人居住 必有人从犹大的各城 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各处 从宾亚敏地 滴地 山地和南地而来 他们带着凡祭 平安祭 宿祭 乳香和感恩祭 到耶和华的殿里去 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 不守安息日为圣日 仍在安息日挑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 这样 我就必在耶路撒冷的各城门 点起火来 烧毁耶路撒冷的堡垒 没有人能够扑灭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有话连到耶利米说 起来 下到陶匠的家里去 在那里 我要使你听到我的话 我就下到陶匠的家里去 见他正在转盘旁工作 陶匠用他手中的泥 所做的器皿坏了 他就用这泥 再做别的器皿 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于是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以色列家 难道我不能带你们 像这陶匠所做的一样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你在陶匠的手中怎样 以色列家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必怎样 我什么时候宣布要拔出 拆毁 毁灭一帮或一国 如果我论到的那一帮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就必回心转意 不把我原定的灾祸 降给他们 同样 我什么时候宣布要建立 灾职一帮或一国 如果他们行我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听从我的话 我就必回心转意 不把我应许的好处赐给他们 现在 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正在制造灾祸对付你们 你一定计划惩罚你们 你们个人要回转 离开自己的恶道 改正你们的行径和作为 他们却说 没用的 我们要随着自己的计划而行 个人要按着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问一问列国 有谁听见过像这样的事呢 童女以色列 竟行了一件非常害人的事 黎巴嫩山上 岩石的积雪融化过吗 从远处流下清凉的溪水干涸过吗 但我的子民竟忘记我 像虚无的偶像烧香 以致他们在自己的路上 在古道上绊倒 行走小路 不是修建过的大道 他们的土地变为荒凉 成为永远被人吃笑的对象 经过这地的都必惊骇摇头 在他们的敌人面前 我要向东风吹散他们 在他们遭难的日子 我必是他们只见我的背 不见我的面 他们说 来吧 我们来设计对付耶利米 因为祭司的律法 智慧人的谋略 先知的话都不会断绝 来吧 我们用舌头攻击他 不理会他的一切话 耶和华 求你倾听我的声速 听那些指控我的人的声音 良善的应得恶报吗 他们竟然挖陷坑害我 求你纪念我 怎样站在你面前 为他们说好话 使你的烈怒离开他们 因此 愿你使他们的儿女遭受饥荒 把他们交给刀剑 愿他们的妻子 丧夫狮子 愿他们的男人被杀死 他们的壮钉在战场上 被刀剑击杀 你使侵略着 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 愿人从他们的屋里 听见呼救声 因为他们挖陷坑要捉拿我 埋藏网罗要伴我的脚 耶和华 至于你 你知道他们要杀我的一切计谋 求你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 使他们在你面前绊倒 求你在发怒的时候对付他们 耶利米书第十九章 耶和华这样说 你去跟陶匠买一个瓦瓶 要带着几位人民的长老和年长的祭司 出到新嫩子谷 哈尔西门的入口 在那里 你要宣告我将对你说的话 你要说 犹大列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 凡听见的都必耳明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把这地方玷污了 在这地方向猎神烧香 这些神是他们和他们的猎祖 以及犹大列王所不认识的 他们又使这地方洒满无辜人的血 他们竹了八粒的秋坛 好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做烦祭献给八粒 这不是我吩咐的 我没有提说过 也没有在我心里想过 因此 看啊 日子快到 这地方必不再称为 陀斐特或新嫩子谷 而要称为杀戮谷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失败 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闭于刀下 死在寻索他们性命的人手中 我要把他们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我要使这城变为荒凉 成为被人吃笑的对象 每一个经过这里的 都必因这城所遭受的一切创伤而惊骇 并且吃笑他 在他们被围困和受压迫之中 就是在仇敌和寻索他们性命的人压迫他们的时候 我必使他们吞吃自己的儿女的肉 个人也彼此吃对方的肉 然后 你要在跟你同去的人眼前 把那瓶子打碎 并对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照样打碎这人民和这城 好像人打碎陶匠的瓦器一样 不能再修补 人必在托匪特埋葬尸体 甚至无处可埋葬 我必照样对待这地方和这地方的居民 使这城像托匪特一样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伊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猎王的宫殿 都要像托匪特一样成为不解 人曾在这一切房屋宫殿的屋顶上 向天上的万象烧香 向别神教奠祭 伊利米从托匪特 就是从耶和华差遣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 他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 对众民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我宣告攻击这城的一切灾祸 临到这城和他附近的一切城镇 因为他们硬着景象 不听从我的话 伊利米书第二十章 阴脉的儿子巴斯护尔祭司 就是耶和华殿的总管 他听见了伊利米预言这些事 就殴打伊利米先知 把他枷锁在耶和华殿里 朝向汴亚民的上门内 四日巴斯护尔把伊利米从枷锁上解下来 伊利米就对他说 耶和华不再称你的名为巴斯护尔 却要称你为马戈尔米撒币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使你自己和你所有的朋友都惊慌失措 他们必倒在他们仇敌的刀下 你也必亲眼看见 我要把全犹大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他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或用刀击杀他们 我要把这成的一切财物 一切劳碌得来的 一切珍宝和犹大猎王的一切宝物 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 仇敌要把这一切抢劫掠夺 带回巴比伦去 巴斯护尔啊 你和你所有住在你家里的人都要被掳去 你和你所有的朋友 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 都要到巴比伦去 死在那里 死在那里 也葬在那里 耶和华 你愚弄了我 我受了愚弄 你比我强大 你胜了我 我整天成了别人讥笑的对象 人人都嘲弄我 因为我每次发言 都大声呼叫 我呼喊说 有强暴和毁灭 耶和华的话 使我整天受人辱骂和讥讽 如果我说 我不再提起他 也不再奉他的名说话 他的话就像火在我心中焚烧 被困在我的鼓里 我不能再抑制 实在不能了 我听见许多人耳语 马戈尔·弥撒毕 告发他 我们要告发他 我所有的知己朋友 都等着看我行差踏错 他们说 希望他会上当 我们就可以胜过他 向他报复 但耶和华与我同在 像一个威无可畏的勇士 因此 逼迫我的都必跌倒 不能得胜 他们必大大蒙羞 因为他们失败了 这永远的耻辱 是人不能忘记的 万君之耶和华 你试验一人 查看人的心肠肺腑 求你让我看见 你在他们身上施行的报复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案件向你沉迷了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救了穷乏人的性命 脱离恶人的手 愿我生的那一天受咒诅 愿我母亲生我的那一天不谋祝福 那向我父亲报喜信 你得了一个男孩 叫我父亲十分高兴地 愿那人受咒诅 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轻腹而不顾习的城市 愿他早晨听见哀嚎 五间听见战争的呐喊 因为他没有使我死于母腹 好使我的母亲成了我的坟墓 我永远留在母腹中 我为什么要出母胎 经历劳苦和忧伤 并且我的年日都消逝在羞辱之中呢 耶利米书第21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西底嘉王差遣 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护尔 和马西亚的儿子西方亚祭司 去见耶利米说 请你替我们求问耶和华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来攻击我们 也许耶和华会为我们行歧视 使尼布贾尼萨离开我们回去 耶利米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对西底嘉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啊 我必使你们手中的武器 就是你们用来与城外围困你们的巴比伦王 和迦勒底人作战的武器 转回堆积在这城的中心 我必在怒气、烈怒和愤怒中 用伸出来的手和强有力的绑壁 亲自攻击你们 我要几打住在这城的人和牲畜 他们都要因极大的瘟疫而死 然后我必把犹大王西底嘉和他的臣民 就是在这城里经过瘟疫、刀剑之灾和饥荒而幸存的人 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和他们的仇敌 以及寻索他们性命的人的手中 尼布贾尼萨要用刀剑击杀他们 绝不顾习、不留情、不怜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又吩咐耶利米 你要对这人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凡留在这城里的 必因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向围困你们的迦勒底人投降的 必可以活着 捡回自己的性命 因为我已经决意向这城降祸不降福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必放火把城烧毁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对犹大王室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大卫家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每早晨因禀宫审判 解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者的手 免得我的烈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火焚烧 无人能熄灭 看啊!在山谷上 在岩石平原上的耶路撒冷啊 我要攻击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说 谁能下来攻击我们 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 我必照着你们所做的事应得的结果 惩罚你们 我要在耶路撒冷的树林中放火 吞灭他四围的一切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 在那里宣讲这些话说 做大卫王位的犹大王啊 你和你的臣仆 以及从这些门进来的人民 都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实行公正和公义 解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者的手 不可虐待或以强暴对待寄居的孤儿和寡妇 也不可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 如果你们切实地行这些事 就必有座大卫王位的猎王 乘着车骑着马 与自己的臣仆和人民 进入这王宫的各门 如果你们不听从这些话 我指着自己启示 这宫殿必变为废墟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宫殿这样说 虽然在我看来 你好像激烈 好像篱笆嫩的山峰 我却要使你变为旷野 变为无人居住的城市 我要只派毁灭者 各有兵器攻击你 他们必砍下你最好的香薄树 丢进火里 多国的人必经过这城 彼此发问 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大城呢 必有人说 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神的约 并且敬拜侍奉别神 不要为那已死的人爱哭 不要为他悲伤 却要为那远去的人大大哀哭 因为他不得再回来 也不能再见自己的国土 因为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就是继承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的沙龙 耶和华这样说 他离开了这地方 必不得再回来 因为他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 不得再见这地 用不义的手段建造自己房屋 用不公正的方法建筑自己楼房的 有货了 他使自己的同胞白白做工 不把工资付给他们 他说 我要为自己建造宏伟的房屋 宽敞的楼房 他要为房屋装设宽阔的窗户 用香薄木做香板 并且漆上红色 难道你是用香薄木争胜 来表明王的身份吗 你父亲不是也吃也喝 也施行公正和公义吗 那时他得享福乐 他为困苦和贫穷人申冤 那时他得享福乐 这不是认识我的真意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但你的眼 你的心 什么都不顾 只顾你的不义之财 只知流无辜人的血 施行欺压和迫害的事 因此 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敬 耶和华这样说 人必不为他爱伤 说 哀哉我哥哥 哀哉我姐姐 人必不为他哀伤说 哀哉主上 哀哉尊荣的王 他像驴子一样被埋葬 被拖走 抛在耶路撒冷城门外 耶路撒冷啊 上黎巴嫩哀叫吧 在巴山扬生吧 从亚巴林哀叫吧 因为你的盟友都毁灭了 你安定的时候 我曾警告过你 你却说 我不听 从你幼年以来 你就是这样 不听从我的话 风要卷走你所有的牧人 你的盟友要被掳去 那时 因你的一切恶行 你必蒙羞受辱 住在黎巴嫩 在香柏林中大窝的 有痛苦临到你 像产妇剧痛的时候 你要怎样呻吟呢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犹大王约雅静的儿子 戈尼亚 虽然你是我右手上的引戒 我也要把你从手上拖下来 交在那些寻锁你性命 和你们惧怕的人手中 就是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和迦勒底人手中 我要把你和生你的母亲 驱赶到异地去 你们不是生在那里 却要死在那里 你们渴望归回本国 却不得回去 戈尼亚这个人 是被鄙视 被摔碎的瓶子 是没有人喜悦的器皿吗 他和他的后裔 为什么被驱赶 被抛弃到 他们不认识的地区呢 大帝啊大帝啊 大帝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写下 这人算为无子 他的一生毫无成就 因为他的后裔中 没有一人可以成功 能坐在大位的王位上 再次统治犹大 耶利米书第23章 那些残杀和赶散我牧场上的羊群的牧人 有祸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论到牧养他子民的牧人 这样说 你们使我的羊群四散 把他们赶走 并没有看顾他们 看啊 我必因你们的恶行惩罚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亲自把我羊群中余圣的 从我把他们赶逐到的各地召聚出来 令他们归回自己的羊圈 使他们繁殖增多 我要兴起牧人 牧养他们 他们必不再恐惧惊慌 一个也不会失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给大卫 兴起一个公义的苗意 他必执政为王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 在他执政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 人要称他的名字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 因此 看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之地 从他把他们赶足到的各地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他们就必住在自己的地方 论到那些先知 我的心在我里面破碎 我全身的骨头都发抖 因为耶和华的缘故 又因为他的圣言的缘故 我就像一个醉酒的人 像一个被酒灌醉的人 因为这地满了形影的人 因受咒诅 地就悲哀 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 他们走的路是邪恶的 他们的权力勿用了 先知和祭司都不敬前 甚至在我殿里我也看见他们的邪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他们的路必向滑地 他们必被赶足到黑暗中 必在那里扑倒 因为到了惩罚他们的年日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撒玛地亚的先知中 我看见可厌的事 他们敬奉巴黎的名说预言 使我的子民以色列走错了路 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我看见可怕的事 他们犯奸淫 行事虚假 兼顾恶人的手 以致没有人离弃恶行 在我看来 他们都像索多玛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像俄摩拉人一样 因此论到这些先知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他们吃苦井 喝毒水 因为有不敬前的风气 从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散播出来 遍及全地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不要听从这些 向你们说预言的先知所说的话 他们使你们存有虚幻的希望 他们所讲的意象 是出于自己的心思 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他们不断对那些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 你们必平安无事 又对所有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的人说 灾祸必不临到你们 可是 他们中间 有谁曾参与耶和华的议会 看见或听见他的话呢 有谁曾留心听他的话而实在听见呢 看哪 耶和华的训风在震怒中发出 是旋转的狂风 必卷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 直到他做成和实现他心中的计划 在幕后的日子 你们就会完全明白这事 我没有拆派这些先知 但他们自己到处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竟擅自说预言 如果他们曾参与我的议会 就必向我的子民宣告我的信息 使他们转离他们的恶道 离开他们的恶行 难道 我只是近处的神吗 不也是远处的神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怎能躲藏在隐秘处 以致我看不见他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些先知所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他们冒我的名说虚假的预言 我做了梦 我做了梦 那些先知心里存着这样的意念 要到几时呢 他们说虚假的预言 说出自己心中的诡诈 他们以为 借着互相传述自己的梦 就可以使我的子民 忘记我的名 好像他们的列祖 因巴力忘记了我的名一样 做了梦的先知 让他把梦述说出来 但得了我话语的先知 该忠实地传讲我的话 何感怎能和麦子相比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的话不是像火 不是像能打碎岩石的大锤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所以 看哪 那些先知互相偷取对方的话 当作我的话 我要对付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那些先知用自己的舌头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对付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那些借虚假的梦所预言的 我要对付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述说 这些梦 以虚谎和夸张的话 使我的子民走错了路 我没有拆拍他们 也没有吩咐他们 他们对这人民毫无益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这人民或先知或祭司问你说 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 你要回答他们 你们就是重担 我要丢弃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无论是先知 是祭司或是人民 凡说 这是耶和华的末世的 我都要惩罚那人和他的家 你们个人对自己的灵社 对自己的兄弟要这样说 耶和华回答了什么 耶和华说了什么 你们不可再提 耶和华的末世 你们个人所说的话 将成为自己的重担 因为你们曲解永活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了 你们要对神的先知说 耶和华回答了你什么 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如果你们仍说 这是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就必这样说 你们既然说 这是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 而我又曾拆派人去告诉你们 不可再说 这是耶和华的末世 因此 看啊 我必把你们当作重担举起来 把你们连同我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城 都从我面前丢弃 我必使你们蒙受永远的凌辱 永远的羞耻 是不能忘记的 耶利米书第24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把犹大王约亚经的儿子 耶和尼亚 和犹大的重领袖 工匠与铁匠 从耶路撒冷 卢到巴比伦去 这事以后 耶和华使我看见 在耶和华的殿前面 摆着两筐无花果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 像出售的无花果 另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 坏到不能吃 于是耶和华问我 耶利米亚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无花果 那些好的无花果极好 坏的却极坏 坏到不能吃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被掳去的犹大人 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方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 我必看他们如同这些好的无花果一样 眷顾他们 我必关注他们 眷顾他们 令他们归回这地 我必建立他们 必不拆毁 我必栽植他们 必不拔除 我必赐给他们一颗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就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亲自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必一心归向我 但耶和华这样说 我怎样处置那些坏到不能吃的坏无花果 我也必照样对待犹大王西底家 他的众领袖和耶路撒冷的渔民 不论是余圣在这地的 或是住在埃及地的 我必使他们成为地上万国所惊恐 所讨厌的 在我感受他们到的各地方 成为被人羞辱 讥笑 嘲弄 咒诅的对象 我必打发刀剑 饥荒 瘟疫 去攻击他们 直到他们 从我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土地上都消灭了 耶利米书第25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4年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第1年 有话临到耶利米 是关于犹大众民的 耶利米先知就把这话告诉犹大众民 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说 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第13年 直到今日 这23年来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我也不断对你们传讲 你们却不听从 耶和华虽然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但你们却没有听从 毫不留心 他们对你们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离开自己的恶道和邪恶的行为 就可以住在耶和华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土地上 直到永永远远 你们不要随从别的神 不要侍奉敬拜他们 也不可容你们手所作的惹我发怒 这样 我就不会使祸患临到你们 但你们没有听从我 竟容你们手所作的惹我发怒 自招祸害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看哪 我要打发人去征召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令他们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 以及周围的列国 我要把他们彻底消灭 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 受人吃笑的对象 和永远荒废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从他们中间除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推幕的声音和灯的亮光 这地要全变为荒废 令人惊骇 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 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按着他们的罪孽 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 就是迦勒底人之地 使他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我所说攻击那地的一切话 应验在那地 我所说的就是一切记录在这书上的 是耶利米攻击列国所说的预言 因为许多国家和大君王将要奴役加勒底人 我必按着他们的作为和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这样说 你从我的手中拿着杯列怒的酒 给列国喝 就是我差遣你去的列国 他们喝了就会东倒西歪 疯狂乱性 因为我打发刀剑到他们中间去 于是我从耶和华的手中接过这杯 给列国喝 就是耶和华差遣我去的列国 包括耶路撒冷 犹大的城镇和他的君王 领袖 使这些城镇荒废 成为令人惊骇被人吃笑重骂的对象 好像今天一样 又包括法老就是埃及王和他的臣仆 王侯以及全体人民 并所有外族的人 还有乌斯帝的众王 菲利士人之地的众王 就是亚石基伦 加萨 以格伦和亚石图余圣的人的王 并有以东 摩亚 亚门 推罗的列王 西顿的列王 海外岛屿的列王 底旦 提马 布斯 所有剔除并法的部落 阿拉伯的列王 住在沙漠的外族人的列王 辛利的列王 以兰的列王 马代的列王 北方远近的列王 一个一个 以及地上的万国 就是在这地面上的列国都喝了 他们喝了以后 士沙克王也要喝 你要对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要喝 并要喝醉 呕吐 以致跌倒 不能再起来 因为我打发刀剑到你们中间去 如果他们不肯从你的手中接过这杯来喝 你就要对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一定要喝 因为 看啊 我既然在那称为我名下的城中 先降灾祸 你们真可免受惩罚吗 你们必不能免受惩罚 因为我要呼唤刀剑来攻击这地所有的居民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你要对他们宣讲这一切话 对他们说 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 从他的圣所发声 他必大声吼叫攻击自己的羊圈 他要对地上所有的居民呼喊 像那些踹葡萄的人呼喊一样 呐喊的声音要传到地极 因为耶和华要控告列国 也要审判万人 至于恶人 他必把他们交给刀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必有灾祸发出 从这国直到那国 必有大风暴从地极刮起 到那日 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 都必有被耶和华赐死的人 必没有人为他们悲哀 没有人收敛他们 埋葬他们 他们都必在地面上成为粪肥 牧人啊 你们要哀嚎 呼叫 羊群的领袖啊 你们要在灰尘中打滚 因为你们被宰杀的日子已经到了 我要粉碎你们 你们要跌倒 像珍贵的器皿跌碎一样 牧人无处逃避 羊群的领袖无法逃脱 听啊 牧人的哀嚼 羊群的领袖的悲好 因为耶和华正在毁坏他们的牧场 因为耶和华猛烈的怒气 平静的羊圈毁坏了 他向狮子离开了洞穴 使他们的国土变成荒野 因为残酷的刀剑 和他猛烈的怒气 临到他们 耶利米书第26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 开始执政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那里 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对来自犹大各城 到耶和华殿敬拜的人 把我吩咐你对他们说的一切话 一字不漏告诉他们 或者他们肯听从 个人转离自己的恶道 我就回心转意 不把我因为他们恶行 原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给他们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如果你们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从我拆遣到你们那里去的 我的仆人众先知的话 我不断拆遣他们 但你们一直都不听从 我就必使这殿像世罗一样 使这城成为地上列国咒诅的对象 耶利米在耶和华殿里 所说的这些话 众祭司、众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 耶利米说完了 耶和华吩咐他 对众民所说的一切话 众祭司、众先知和众民 就抓住他说 你必要死 你为什么奉耶和华的名誉言说 这殿必像世罗一样 这城必变为荒场 没有人居住呢 于是众民在耶和华的殿里 集合到伊利米那里 有大的领袖听见了这些事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 坐在耶和华殿里 新门的入口 祭司和先知对领袖和众民说 这人应该处死 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 正如你们亲耳听见的 伊利米对众领袖和众民说 耶和华拆遣我预言你们所听见 一切攻击这殿和这城的话 现在 你们要改善你们所行所做的 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 耶和华就必回心转意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给你们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看怎样好 怎样对 就怎样待我吧 不过 你们要确实知道 如果你们杀死我 就必使无辜的人的血 归到你们和这城 以及这城的居民头上 因为耶和华实在 差遣了我到你们中间 把这一切话传到你们耳中 于是 众领袖和众民 对祭司和先知说 这人不应该处死 因为他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对我们说话 那地的长老中 有几个人起来 对集合在场的全体人民说 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 摩利沙人 弥加对犹大的众民说预言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西安要向田地被更离 伊路撒冷必成为废墟 这殿的山 必变为杂树丛生的高刚 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 可曾把他处死呢? 西西家不是敬畏耶和华 求他开恩 以致耶和华回心转意 没有把他所说的灾祸 降在他们身上吗? 但我们现在竟自招大祸 曾有一个人 就是激烈耶丁人 士玛雅的儿子乌利亚 他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 攻击这城和这地 他的预言和耶利米所说的一样 约亚晋王和他所有的勇士 以及犹大的众领袖 听见了乌利亚的话 王就想要杀他 乌利亚听见了 就惧怕 就逃往埃及去 约亚晋王打发人到埃及去 就是派亚格勃的儿子 以利拿丹和一些人 同到埃及去 他们就把乌利亚从埃及带出来 送到约亚晋王那里 王用刀杀死他 把他的尸体 泡在平民的坟地里 然而杀翻的儿子 亚西干却保护耶利米 不许人把耶利米 交在人民的手中处死 耶利米书第27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西底加开始执政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那里 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你要用绳套和木头作恶 套在自己的井上 然后借着那些前来耶路撒冷 朝见犹大王西底加的使臣的手 把厄送到以东王 摩亚王 亚门王 辉罗王 西顿王那里 你要吩咐使臣对他们的王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王说 是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绑壁 创造了大地 以及地面上的人和寿 我看给谁适合 就把地给谁 现在我已经亲自把这一切国家 都交在我仆人 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连田野的走兽 我也交给他 供他奴役 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儿子 孙子 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时候来到 那时 许多国家和大君王都要奴役他 无论哪一国 哪一帮 不服侍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 我必用刀剑 饥荒和瘟疫去惩罚那国 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的手 把他们完全消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至于你们 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 也不可听从占卜的 解梦的 算命的 和行邪术的 他们告诉你们说 你们必不会服侍巴比伦王 因为他们向你们说虚假的预言 使你们远离你们的土地 我要赶住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但哪一国 肯把景象放在 巴比伦王的扼下 服侍他 我就必使那国 仍留在本土 可以在那里耕种和居住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照着这一切话 对犹大王西底加说 你们要把景象 放在巴比伦王的扼下 服侍他和他的人民 就可以生存 你和你的人民 为什么要因刀剑 饥荒和瘟疫而死 正如耶和华论到 不肯服侍巴比伦王的国家 所说的一样呢 不要听从那些对你们说 你们必不会服侍 巴比伦王的先知的话 因为他们向你们说的是 虚假的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却冒我的名 说虚假的预言 以致我赶住你们 使你们和那些 向你们说虚假预言的先知 都一同灭亡 我又对众祭司和这众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先知 对你们预言 说 耶和华殿中的器皿 快要从巴比伦送回来了 他们的话 你们不要听从 因为他们对你们说的是 虚假的预言 你们不要听从他们 只要服侍巴比伦王 就可以生存 为什么要使这城变为废墟呢 如果他们是真先知 如果他们有耶和华的话 就让他们向万君之耶和华祈求 使那些留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中 以及在耶路撒冷中的器皿 不会被送到巴比伦去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论到这些柱子 红海 盆座和留在这城其余的器皿 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把犹大王 约亚敬的儿子 耶哥尼亚 以及犹大和耶路撒冷 所有的贵族 从耶路撒冷 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没有拿走的器皿 论到那些留在耶和华殿中 和犹大王宫中 以及在耶路撒冷中的器皿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这些器皿 必被送到巴比伦 存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这些器皿的日子 那时 我必把他们带上来 放回这地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28章 当年就是犹大王 西底嘉开始执政的第四年五月 鸡变人压缩的儿子 哈纳尼亚先知 在耶和华殿中 当着祭司和众民的面前 对我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恶 在两年之内 我必把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 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从这地方掠到巴比伦去的 都带回这地方 我也必把犹大王 约亚敬的儿子 耶哥尼亚 和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犹大人 都带回这地方 因为我必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先知 当着祭司和站在 耶和华殿里的众民面前 对哈纳尼亚先知说 阿们 愿耶和华这样行 愿耶和华使你预言的话应验 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 和所有被掳的人都从巴比伦带回这地方来 不过 你应该听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说的这话 自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已经预言有战争 灾祸和瘟疫 要临到许多地方和强国 但预言平安的先知 除非他的话应验 人才会承认 他确实是耶和华所拆遣的先知 于是哈纳尼亚先知 把耶利米先知 景象上的恶取下来 折断了 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面前说 耶和华这样说 两年之内 我必这样从列国的景象上 折断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恶 于是 耶利米先知就走了 哈纳尼亚先知 把耶利米先知景象上的恶折断了以后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折断了木恶 却要换来铁恶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要把铁恶套在这些国家的景象上 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们要服侍他 连田野的走兽 我也交给他了 耶利米先知就对哈纳尼亚先知说 哈纳尼亚 你要听 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你 你竟使这人民信靠谎言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使你离开人世 你今年一定死 因为你说了背逆耶和华的话 这样 在当年七月 哈纳尼亚先知就死了 耶利米书第29章 以下这一封信 是耶利米先知 从耶路撒冷寄给被掳的祭司 先知和众民 以及尚存的长老 就是尼布贾尼撒 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 这是在耶哥尼亚王 太后 宫中的臣宰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领袖 工匠和铁匠 从耶路撒冷被掳走以后 这封信是由沙藩的儿子 以利亚撒 和希勒家的儿子 基玛利带去的 他们是犹大王西底加 拆往巴比伦 去见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 信上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对所有被掳的 就是耶和华 把他们从耶路撒冷 掳到巴比伦去的人 这样说 你们要建造房屋 定居下来 要栽种园子 吃园中的果子 你们要娶妻 生养儿女 要为你们的儿子 娶媳妇 把你们的女儿出嫁 好让他们也生养儿女 你们要在那里增多 不可减少 我把你们掳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他求平安 为他向耶和华祈祷 因为他得平安 你们也得平安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 合作占卜的欺骗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冒我名 对你们说虚假的预言 我并没有拆拍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为巴比伦锁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必眷顾你们 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 把你们带回这地方来 因我自己知道 我为你们锁定的计划 是使你们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呼求我 要来向我祷告 我就必应允你们 你们要寻找我 只要一心寻求 就必寻见 我必给你们寻见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们被掳地归回 从我赶逐你们去的各国各地 把你们集合起来 带回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去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既然说 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了先知 所以耶和华论到那座大卫王位的君王 和住在这城里的众民 就是没有和你们一同被掳去的众兄弟这样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打发刀剑 饥荒 瘟疫 临到他们 我必使他们像腐烂的无花果 坏到不能吃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 追赶他们 使他们成为地上万国所惊惧的 在我赶着他们到的各国中 成为令人惊骇 被人咒骂 吃笑 羞辱的对象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就是我不断差遣到他们那里去 我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 同样你们也没有听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这所有被掳去的 就是我从耶路撒冷赶逐到巴比伦去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论到骂我的名 向你们说虚假预言的 哥赖亚的儿子亚哈 和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 我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他要在你们眼前击杀他们 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 都要因他们的遭遇这样咒诅人说 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 用火烧死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 因为他们二人在以色列中 行了无耻的事 他们和林社的妻子通奸 又骂我的名说虚假的话 是我没有吩咐他们说的 我知道一切也可以作证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吩咐耶利尼说 你要对尼西兰人士玛雅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 给在耶路撒冷的众民 马西亚祭司的儿子西方亚 和众祭司说 耶和华已经立了你西方亚为祭司 代替耶和耶大 做耶和华殿中的总管 你就应把所有妄自说预言的人 都带上脚疗枷锁 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说预言 你为什么不斥责他呢 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 被掳了时期必会长久 所以你们要建造房屋 定居下来 也要栽植园子 吃园中的果子 西方亚祭司 却把这封信 念给耶利米先知听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寄信给所有贝鲁的人说 论到尼西兰人士玛雅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士玛雅向你们说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 他竟使你们信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惩罚尼西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代 他必不会有子孙住在这人民中间 也必不能看见我要为我的子民所做的美事 因为他说了背逆耶和华的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30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要把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我的子民 以色列和犹大贝鲁的人归回 耶和华说 我必使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要重得这地为业 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我听见了战利喊叫的声音 一片恐慌 没有平安 你们去问问 去看看 男人会生孩子吗 为什么我看见所有的壮汉 都用手抱着腹部 像正在生产的妇人 每张脸都变成苍白呢 爱哉 那日大而可畏 无可比拟 这是雅各受苦的时期 但他必被救出来 万军之耶和华宣告说 当那日 我必从他们的景象上折断仇敌的恶 扯断他们的神套 他们必不再做外族人的奴隶 他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和我为他们兴起的大魏王 所以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不要惧怕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色列啊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必拯救你从远方回来 必拯救你的后裔脱离他们被掳之地 雅各必归回 得向平静安逸 没有人可以使他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我要消灭我赶散你去的列国 却必不消灭你 我要按公正惩治你 绝不能免你受罚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你的损伤无法痊愈 你的创伤不能医治 没有人为你申诉 你的伤处无药可救 你不得医治 你所有的盟友都忘记了你 不再关心你 我击打了你好像仇敌击打你 又好像残暴的人惩罚你一样 都因你的罪孽甚多 你的罪恶无数 你为什么因你的损伤哀叫呢 你的病痛无法痊愈 我这样对你是因你的罪孽甚多 你的罪恶无数 但是吞吃你的必被吞吃 你所有的敌人全都要被掳走 抢掠你的必成为被抢掠之物 掠夺你的 我必使他们成为被掠夺之物 虽然人都说你是被放逐的 是没有人关心的喜安 我却必使你康复 医治你的创伤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复兴雅各的帐篷 也必怜悯他的居所 城市必在废墟上重建 堡垒必立在原来的地点上 必有感谢的歌声和欢笑的声音 从其中发出来 我必使他们人数增多 不会减少 我必使他们得尊荣 不再被人轻看 他们的子孙 必像以前一样蒙恩 他们的国家 必在我面前建立 我必惩罚所有压迫他们的人 他们的元首 必是他们自己的人 他们的统治者 必出自他们中间 我必使他进前来 他也必亲近我 不然谁敢冒生命的危险来亲近我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看啊 耶和华的旋风在震怒中发出 是横扫的狂风 必卷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 直到他做成和实现他心中的计划 在末后的日子 你们就会明白这事 伊利米书第31章 到那时 我必做以色列各家族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在刀剑下 幸存的人民 在旷野蒙受了恩宠 以色列来到他安息之处 耶和华在古时 曾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已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 童女以色列啊 我要再次建立你 你就必被建立 你要再次拿起铃骨 出去和那些欢乐的人一同跳舞 你要再次在撒玛利亚的重山上栽种葡萄园 栽种的人栽种了必可享用所结的果子 因为有一天 守望的人要在以法林山上呼叫说 起来吧 我们上西安去朝见耶和华我们的神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为雅各喜乐欢呼 要为那在列国为首的呼喊 你们要宣告 要颂赞说 耶和华 求你拯救你的子民 就是以色列的渔民 看哪 我必把他们从北方之地领回来 把他们从地级召集起来 在他们中间有瞎眼的 瘸腿的 孕妇 产妇都在一起 他们成群结队返回这里 我引导他们的时候 他们必哭着而来 并且向我起恩恳求 我要使他们走在溪水旁 醒在平直的路上 他们必不会半叠 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亲 以法连是我的长子 列国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要在远方的海岛传扬说 那赶散以色列的神 必再召集他们 必看守他们 像牧人看守自己的羊群一样 因为耶和华买熟了雅各 从比他更强的人手中 把他救赎了出来 他们必来到西安的高处欢呼 他们必容光焕发 因为耶和华赐他们各样的美物 就是五谷 辛酒和油 还有羊羔和牛犊 他们必像有水灌溉的园子 永不再枯干 那时 童女必欢乐跳舞 年轻的和年老的一起欢乐 我必使他们的悲哀 变为喜乐 我必安慰他们 使他们从忧愁中得着欢乐 我必用肥脂 使祭司的心满足 我的子民 必因我的美物饱足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在拉玛听见有声音 是痛哭哀嚎的声音 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耶和华这样说 止住你的声音 不要哭泣 抑制你的眼睛 不要再流泪 因为你所做的必有果效 他们必从仇敌之地回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的前途必有希望 你的儿女必返回自己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清楚听见 耶和华为自己哀叹说 你管教了我 我像一头不寻服的牛犊受管教 求你使我回转 我就得以回转 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 我回转以后就深深悔悟 我醒觉以后就拍腿悔恨 因为我承受年幼时的耻辱 我感到羞耻和惭愧 以法连是我亲爱的儿子吗 是我喜悦的孩子吗 每逢我说话攻击他 我必再次纪念他 因此 我的心恋慕他 我必定怜悯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为自己设立路标 树立路牌 你要留心大路 就是你走过的路 童女以色列啊 回转吧 回到你这些城市那里 转离正道的女儿呢 你转来转去 要到几时呢 因为耶和华在地上 创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的要环绕男的 万君子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使被鲁的人归回的时候 他们在犹大地 在犹大的城镇里 必再说这样的话 公义的居所啊 圣山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犹大各城的人 耕地的和领着群畜 游牧的都要一起住在犹大 疲倦的人 我必使他振作 愁苦的人 我必使他满足 这时我醒过来 四周观看 我睡得很香甜 看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以色列家和 犹大家人口和牲畜繁殖 我先前怎样留意 把他们拔出 拆毁 寝负 毁灭和降灾 将来 我也必照样留意 把他们建立和栽种起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那些日子 人必不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齿 酸倒了 因为个人 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吃酸葡萄的 那人的牙齿 必酸倒 看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定立新的约 这新约不像从前 我拉他们祖先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但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里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 必不再教导自己的灵社 和自己的同胞说 你们要认识耶和华 因为所有的人 从最小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太阳白昼发光 派定月亮和星辰照耀黑夜 又搅动海洋 使海浪澎湃的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这样说 这些定律若能从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 也就会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为一个国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人若能凉度在上的诸天 测透地下面的根基 我也就会因 以色列后裔所做的一切 弃绝他们众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这城从哈南夜城楼直到脚门 必为耶和华重建起来 凉度的准绳 还要往外梁 直到加里山 绕到戈亚 跑尸和道徽的整个山谷 以及从吉伦西直到东边马门 拐角一带所有的墓地 都必归耶和华为胜 永远不再罚出 不再倾覆 耶利米书第32章 犹大王西底加第十年 就是尼布贾尼撒第十八年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围困耶路撒冷 耶利米先知被囚禁在犹大王宫中卫兵的院子里 因为犹大王西底加把他囚禁起来说 你为什么预言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把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必攻取这城 犹大王西底加必不能逃脱迦勒底人的手 他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们必面对面彼此说话 眼对眼互相对看 巴比伦王必把西底加带到巴比伦去 西底加必留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即使你们和迦勒底人作战 你们必不能战胜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看哪 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密必来见你 说 请你买下我在亚拿图的那块田地 因为你有近亲的权利和义务去买那田地 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果然照着耶和华的话 到卫兵的院子里来见我 对我说 请你买下我在宾亚敏境内亚拿图的那块田地 因为你有那产业的继承权 以及近亲的权利和义务 请你把它买下吧 于是我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我就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买下了在亚拿图的那块田地 称了193克银子给他 我在契约上签了名 把契封好了 又请了证人作证 就用天平把银子称给他 然后我取了买卖契约 一份是封好的 一份是没有加封的 上面都有各种细则和条件 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眼前 当着那些在买卖契约上签名作证的人眼前 以及当着所有坐在卫兵院子里的犹大人眼前 我把买卖契约交给了马西亚的孙子 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我当着这些人眼前吩咐巴鲁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要拿这两份买卖契约 就是那封好的和没有加封的 放在一个瓦器里 使他们可以长久保存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将来在这地 必再有人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我把买卖契约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鲁以后 就向耶和华祷告说 主耶和华 你看 你曾用大能和生出来的榜币创造了天地 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 你向千万人施慈爱 又把父亲的罪孽都报应在他们的儿女身上 你是伟大、有能力的神 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你的计划伟大 你的作为满有能力 你的眼睛睁开 查看世人一切所行的 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和个人所做的事 应得的结果来报应个人 你曾在埃及地行神迹歧视 你在以色列和全人类中间 直到今日也是这样 使你自己得了名声 好像今日一样 你曾用神迹启示 有力的手 伸出来的榜币和大而可畏的事 把你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把这地赐给他们 就是你向他们列祖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进去 得到这地为业 却不听从你的话 也不遵行你的律法 你吩咐他们行的一切事 他们都没有行 因此 你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看啊 敌人已经迫近 竹类攻取这城 这城要因刀剑 饥荒和瘟疫的缘故 交在攻击他们的迦勒敌人手中 你所说的都实现了 你也亲眼看见了 但主耶和华 是你对我说 你要用银子买下那块田地 请证人作证 其实这城已经交在迦勒敌人的手中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看啊 我是耶和华 是全人类的神 在我有难成的事吗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把这城交在迦勒敌人的手中 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他必攻去这城 攻打这城的迦勒敌人必进来 放火烧城 城中的房屋都必烧光 因为这城的居民 曾在那些房屋的屋顶上向巴黎烧香 向别神交电计 惹我发怒 事实上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幼以来 就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以色列人的手所做的 无不惹我发怒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这城自从建造的那天 直到今日都不断惹起我的怒气和烈怒 以致我要把它从我面前除掉 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一切恶行 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 领袖 祭司 先知 以及犹大 每一个人和耶路撒冷居民所行的 都惹我发怒 他们以背向我 不以脸向我 我不断教导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从 不接受管教 竟把他们可憎的偶像 安放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污秽了这殿 他们在心嫩子谷中 建造了巴黎的丘坛 使自己的儿女精火献给摩洛 这不是我吩咐的 也没有在我心里想过 他们进行了这可憎恶的事 是犹大犯罪 论到这城 就是你们说 因为刀剑 饥荒和瘟疫的缘故 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 现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却这样说 看哪 我曾在怒气 烈怒和大愤怒中 把以色列人赶逐到各地 将来 我必从那里 把他们招聚出来 领他们回到这地方 使他们安然居住 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我要使他们 有同一的心智 和同一的行径 终生敬畏我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都得到福乐 我要和他们 立永远的约 我必不离开他们 必使他们得到福乐 我也必把敬畏我的心赐给他们 使他们不会离开我 我必喜欢他们 使他们得到福乐 我必全心全意 真诚地 把他们栽种在这地上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灾祸 临到这人民 我也必照样使我应许 他们的福乐临到他们 你们说 这地荒凉 没有人烟 也没有牲畜 是交在迦勒底人手中的 但将来 在这地上 必有人买卖田地 在宾亚敏地 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各处 在犹大各城 以及在山地 高地和南地的各城 人必用银子买卖田地 在地气上签名 把气封好 又请证人作证 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33章 耶利米还监禁在卫兵院子里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第二次临到他说 那创造 塑造 和坚定大地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这样说 你呼求我 我就应允你 并且把你所不知道的 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 论到这城里的房屋 和犹大王的宫殿 就是为了抵挡敌人的 攻城图类和刀剑而拆毁的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这城的居民出去和加勒底人征战 就必使这些房屋充满死尸 就是我在怒气和烈怒中击杀的 因为他们的一切恶行 我掩面不顾这城 看哪 我必使这城的伤口痊愈康复 我必医治城中的居民 并且使他们享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 我必使犹大贝鲁的 和以色列贝鲁的都归回 并且建立他们像起初一样 我必竭尽他们得罪我的一切罪孽 并且赦免他们得罪我 和背逆我的一切罪孽 这城必在地上万国面前 使我的名声得喜乐 得颂赞 得荣耀 因为万国必听见 我向这城的人所施的一切福乐 他们因我向这城所施的一切福乐和平安 就都恐惧战惊 耶和华这样说 论到这地方 你们说 这地荒废 没有人烟 也没有牲畜 但在这荒凉 没有人烟 没有居民 也没有牲畜的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再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还要听见那些带着感恩祭到耶和华殿的人的声音 说 你们要称谢万君之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是至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为我必使这地被鲁的归回 像起初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这荒废 没有人烟 没有牲畜的地方 和这地所有城中 必再有牧人放羊的牧场 在山地 高地 和南地的各城 在遍崖敏地 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各处 以及在犹大的各城里 必再有牧人 鼠点 经过手下的羊群 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实践我向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应许赐福的诺言 在那些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益的苗益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 施行公正和公益 在那些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这城必被称为 耶和华是我们的公益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大卫家 必不断有人 坐在以色列家的王位上 立卫人的祭司 也必不断有人 在我们面前献上 烦祭和烧宿祭 献祭的是永不止息 耶和华说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若能废掉我所立白昼和黑夜的约 使白昼和黑夜不按时更替 就能废掉我和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 使他没有儿子 在他的王位上做王 也能废掉我和那些 侍奉我的立卫之派的祭司所立的约 我却必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卫人 像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 海边的沙利不能斗粮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没有留意列国的人民说什么吗 他们说 耶和华所拣选的这两个家族 他已经弃绝了 他们藐视我的子民 不再把他们看为一个国家 耶和华这样说 我若没有设立白昼和黑夜的约 或立定天地的定律 我就会弃绝雅各的后裔 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不从大卫的后裔中 选人出来统治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后裔 我却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也必怜悯他们 耶利米书第34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率领他的全军 以及他统治的地上各国各族 攻打耶路撒冷和周围一切城镇的时候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加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把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要用火烧城 你必逃不出他的手 必被拿住 交在他的手中 你必亲眼看见巴比伦王 他必亲口和你说话 你也必到巴比伦去 但犹大王西底加 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论到你这样说 你必不会死在刀下 你必平平安安死去 人怎样为你的列祖 就是在你以前的君王焚烧香料 也必照样为你焚烧香料 人必为你哀悼说 哀在主上 这话是我说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于是耶利米先知 在耶路撒冷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了 犹大王西底加 那时 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攻打 耶路撒冷和犹大剩下的城镇 就是拉吉和亚西加 因为在犹大的个城中 只剩下这两座坚固的城了 西底加王和在耶路撒冷的众民立了约 要向奴仆宣告自由 人人都要释放自己的西伯来奴婢 谁也不可使自己的一位犹大兄弟做奴婢 这时以后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临到耶利米 所有立了约的领袖和众民 都同意释放个人自己的奴婢 谁也不再使他们做奴婢 他们都同意了 并且把奴婢释放了 但后来他们反悔 把他们释放了的奴婢 叫回来 强迫他们再做奴婢 于是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把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领出来的那日子 就和他们立了约说 一个希伯来兄弟卖了身给你 服侍了你六年到第七年 你们个人就应释放他 容他自由离去 但你们的列祖不听从我 毫无在意 现今你们悔改 请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个人向自己的同胞宣告自由 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在我面前立了约 你们却又反悔 亵游我的名 个人把得了释放随意离去的奴婢叫回来 强迫他们再做奴婢 所以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个人没有听从我 向兄弟同胞宣告自由 看啊 我现在向你们宣告自由 容让你们遭受刀剑 瘟疫和饥荒 使你们成为地上万国所经聚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把那些违反我的约的人交出去 他们没有履行在我面前和我立约的誓言 就是他们把牛犊劈开两半 并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实力下的 那些从牛犊两半中间走过去的人 就是犹大的领袖 耶路撒冷的领袖 宫中的臣宰 祭司和这地的重民 我必把他们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 和那些寻索他们性命的人的手中 他们的尸体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 我也必把犹大王西底嘉和众领袖 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 和那些寻索他们性命的人的手中 以及那些从你们面前战时撤退的 巴比伦王的军队的手中 看哪 我必下令 使他们回到这城来 他们必攻打 夺取这城 用火焚烧 我必使犹大的城镇都荒凉 没有人居住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35章 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靖做王的日子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见利甲族的人 和他们交谈 令他们进入耶和华店里的一个房间 给他们酒喝 于是我把哈巴喜尼亚的孙子 亚利米亚的儿子 亚萨尼亚 以及他的兄弟 他的重子 和利甲全族的人 都领进耶和华的店里 进了神人 一击大力的儿子 哈南重子的房间 这房间是在 众领袖的房间旁边 在沙龙的儿子守卫店门的 马西亚的房间上面 然后我把盛满酒的酒壶和酒杯 摆放在利甲族人的面前 对他们说 请喝酒 但他们说 我们不喝酒 因为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 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永远都不可喝酒 你们也不可建造房屋 不可撒种 不可栽种 或拥有葡萄园 你们一生的日子 只可住帐篷 使你们在寄居的地上 活得长久 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 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我们都听从了 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 终生都不喝酒 不建造房屋居住 也没有葡萄园 田地和种子 我们只住帐篷 我们听从祖先 约拿达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并且照着去行 但是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上来攻打这地的时候 我们就说 来吧 为了迦勒底和亚兰人的军队的缘故 我们到耶路撒冷去 这样 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你们不接受管教 不听我的话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丽贾的儿子 约拿达吩咐他的子孙 不可喝酒的话 他们已经实行了 他们直到今日都不喝酒 因为他们听从了他们祖先的吩咐 至于我 我不断告诫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我 我不断拆遣我的仆人众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对你们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离开自己的恶道 改正你们的行为 不可随从侍奉别神 这样 你们就可以住在 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土地上 只是 你们毫不在意 也没有听从我 丽贾的儿子 约拿达的子孙 实行了他们祖先 吩咐他们的命令 但这人民没有听从我 因此 耶和华万君的神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我对他们预告过的一切灾祸 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因为我对他们说话 他们却不听从 我呼唤他们 他们却不回应 伊利米对利贾族人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因为你们听从了你们祖先 约拿达的吩咐 谨守他的一切命令 又照着他吩咐你们的一切去行 所以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利贾的儿子 约拿达 必永远不断有人 在我面前示例 耶利米书第36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境第四年 耶和华 那里有这话 临到耶利米说 你取一卷书卷来 在上面写下 我在约西亚 做王的时候开始 直到今日 对你所说 论到以色列和犹大 以及列国的一切话 或者 由大家听见 我想要 降给他们的一切灾祸 个人就回转 离开自己的恶道 我就赦免 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于是 耶利米把 尼利亚的儿子 巴露叫了来 巴露就从 耶利米口中 把耶和华 向耶利米 所说的一切话 都写在书卷上 耶利米吩咐 巴露说 我被阻止 不能进 耶和华的店里去 所以你要进去 趁近时的日子 在耶和华的店里 向众人 宣读书卷上的话 就是你从我口中 所录下 耶和华的话 你要向 从犹大各成来的人 宣读 也许 他们会 向耶和华 恳求 个人回转 离开自己的恶道 因为耶和华 向这人民 所说要发的怒气 和烈怒 是很大的 尼利亚的儿子 巴露就照着 耶利米先知 吩咐的一切去行 在耶和华的店里 宣读书上 耶和华的话 犹大王 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静 第五年九月 耶路撒冷的众民 和所有从犹大各成 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民 都在耶和华面前 宣告进食 巴露就在 耶和华的店里 向众民 宣读书上 耶利米的话 那时 他是在沙帆的儿子 书记 吉玛利亚的房间里 这房间是在上月 靠近耶和华店里 新门的入口 沙帆的孙子 吉玛利亚的儿子 米盖亚 听见了书上 耶和华的一切话 就下到王宫 就下到王宫 进入书记的房间里 所有领袖都在那里坐着 他们是书记 伊利沙玛 请你把向众人宣读的那书卷 是伊利米亲口说的吗 巴露对他们说 这一切话是他亲口向我讲述的 我就用墨写在书上 众领袖对巴露说 你和伊利米都要去躲藏起来 不要给人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众领袖把书卷存在书记 伊利沙玛的房间里 然后进内院去见王 把这一切话都禀告给王听 于是王拆派尤底去把书卷拿来 尤底就从书记伊利沙玛的房间里 把书卷取来 向王和所有势力在王左右的领袖宣读 那时正是九月 王坐在东宫里 在他面前有一盆炭火烧着 每逢尤底宣读完三四段 王就用书记的小刀 把书割破丢进盆中的火里 直到全卷都在盆中的火里烧尽了 王和他所有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 都不惊具 也不撕裂衣服 虽然伊利拿丹 蒂兰亚和基玛利亚 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 王却不听他们 更吩咐王子伊拉密 雅兹列的儿子西兰亚和雅伯迭的儿子 士利弥亚去捉拿文士巴鲁和伊利米先知 但耶和华把他们隐藏起来 王烧了那再有巴鲁从伊利米口中录下的画的书卷以后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 你再取一书卷来 把犹大王约亚经烧掉的前一书卷里原来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面 论到犹大王约亚经你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烧了那书卷 你为什么在上面写着说 巴比伦王一定来毁灭这地 使地上的人畜都灭绝呢 因此 耶和华轮到犹大王约亚经这样说 他的后代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王位上 他的尸体必抛弃在外 日间受炎热 夜间受寒霜 我必惩罚他和他的后裔 以及他臣仆的罪孽 我必使我对他们预告过的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及犹大人的身上 他们却不听从 于是耶利米取了另一卷书卷 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 巴路就从耶利米的口中 把犹大王约亚经在火中烧掉的那书上的一切话 都写在书卷上 还加上很多类似的话 耶利米书第37章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嘉代替约亚经的儿子 哥尼亚做王 西底嘉是巴比龙王尼布贾尼撒所立在犹大帝做王的 西底嘉和他的臣仆以及那帝的人民 都不听从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所传的话 西底嘉王差派适利明亚的儿子 尤甲和马西亚祭司的儿子西凡亚 去见耶利米先知说 请你为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祷告 那时耶利米还可以在民众中间自由行动 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关进监狱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听见了他们的风声 就从耶路撒冷撤退了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要对差派你们来求问我的犹大王这样说 看哪 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的军队 必回到他们的埃及本地去 迦勒底人必回来攻击这城 占领这城 放火烧毁这城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说迦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即使你们击败了那攻打你们的迦勒底全军 他们中间只剩下一些受重伤的人 他们也必各从自己的帐篷里起来 放火烧毁这城 迦勒底人的军队因惧怕法老的军队 而从耶路撒冷撤退的时候 耶利米离开耶路撒冷 往汴雅敏地区 要在那里 在同乡中间取得自己的产业 他到了汴雅敏门 那里有一个守卫的长官 名叫伊利亚 是哈纳尼亚的孙子 是利明亚的儿子 他拿住耶利米先知说 你想去投降迦勒底人 耶利米说 这是谎话 我并不是去投降迦勒底人 但伊利亚不听他 仍拿住他 把他带到众领袖那里 众领袖都恼怒耶利米 就吩咐人打他 并且把他关进间里 就是在书记约纳丹的房子里 因为他们已把这房子改作监狱 耶利米进了地牢里的一个囚房 在那里监禁了多日 后来西底加王派人去把他带出来 王在自己的宫中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来吗 耶利米回答 有 有说 你必交在巴比龙王的手中 耶利米在对西底加王说 我有什么得罪你 或你的臣仆 或这人民 你竟然把我送进监狱里呢 你们的先知曾向你们预言说 巴比龙王必不会来攻击你们和这地 他们现今在哪里呢 我主我王啊 现在求你垂听 求你容我向你恳求 不要把我送回书记约纳丹的房子去 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西底加王下令 把耶利米拘留在卫兵的院子里 他们每天从饼铺接拿一个饼给他 直到城里的饼都吃光了 耶利米就这样留在卫兵的院子里 耶利米书第38章 马坦的儿子是法提亚 巴是户我的儿子基大利 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 马基亚的儿子是巴户尔 听见耶利米对众民宣讲以下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凡留在这城里的 必因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向迦勒底人投降的 必可以活着 他们必捡回自己的性命得以生存 耶和华这样说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巴比伦王必攻取这城 于是众领袖对王说 这人应该处死 因为他向这城里剩下的军兵和众民 说了这样的话 使他们的手都软弱无力 这人不是为这人民求平安 却是惹来灾祸的 西里加王说 看哪 他在你们手中 王不能做什么反对你们 他们就拿住耶利米 把他丢在王子玛基亚的井里 那井是在卫兵的院子里的 他们用绳子把耶利米坠下去 井里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宫中的城寨古时人 以伯米勒 在王宫里听见他们把耶利米 关在井里的消息 那时 王正在宾亚敏门坐着 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 禀告王说 我主我王啊 这些人对耶利米先知所做的 一切真是恶毒 他们把他丢在井里 在那地方他必饿死 因为城里再没有粮食了 于是王吩咐古时人 以伯米勒说 你从这里带三十个人 在耶利米先知喂死以前 把他从井里拉上来 以伯米勒就带人进王宫去 到储物室下面的一个房间 从那里取了些破布烂衣 用绳子 坠下井里给耶利米 古时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 把这些破布烂衣垫在你的腋下 然后竖上绳子 耶利米就这样做了 于是他们用绳子 把耶利米从井里拉出来 这样耶利米可以住在 卫兵的院子里 后来西里加王派人 去把耶利米先知 带到耶和华殿中的 第三道门那里去见他 王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什么都不可以向我隐瞒 耶利米对西里加说 我若告诉你 你不是要杀死我吗 我若向你建议 你必不听从我 于是西里加王私下 向耶利米启示说 我指着那创造我们生命的 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绝不杀死你 也不把你交在这些 寻所你性命的人的手里 耶利米对西里加说 耶和华万君的神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将领 你的性命就可以存活 这城也不会被火焚烧 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存活 但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将领 这城就必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他们必放火烧毁这城 你自己也不能从他们的手里逃脱 西里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害怕那些已向迦勒底人投降的有大人 恐怕迦勒底人把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就会凌辱我 耶利米说 迦勒底人必不会把你交给他们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平安无事 你的性命也可以存活 你若拒绝出去投降 耶和华指示我的话就是这样 看哪 有大王宫里所有剩下的妇女 都必被带出来 去到巴比伦王的将领那里 那些妇女必对你说 你的盟友善惑了你 左右了你 现在你的脚陷在泥沼中 他们就都离弃你 你所有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都必被带出来 去到迦勒底人那里 你自己也不能从他们的手里逃脱 因为你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 志诚也必被火烧毁 西里加对耶利米说 不要给人知道这些话 这样你就不会死 众领袖若听见了我和你说过话 就会来见你 对你说 告诉我们 你对王说了些什么 不可向我们隐瞒 我们就不会杀死你 王又对你说了些什么 你就要对他们说 我只是把我的恳求 撑到王面前 求他不要把我送回 约拿丹的房子去 免得我死在那里 所有的领袖果然来见耶利米 查问他 他就照着王所吩咐的 这一切话告诉他们 于是他们不再追问他 因为王和他说话的内容 没有给人听见 这样 耶利米留在卫兵的院子里 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那一天 耶利米书第39章 由大王西底嘉第9年10月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率领他的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把城围困起来 西底嘉第11年4月9日 城被攻破 巴比伦王所有的将领 尼甲沙利靴 三甲尼波 大臣撒西金 术市长 尼甲沙利靴 以及巴比伦王所有其余的将领 都进城坐在中门 由大王西底嘉和所有的军兵 看见了他们就逃跑 在夜间逃出城外 经过王的花园 穿过两道城墙中间的门 直往亚拉巴的路上走去 但迦勒底人的军队追赶他们 在耶利哥的原野上追上了西底嘉 把他拿住 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 去见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尼布贾尼撒就宣判他的罪状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 当着西底嘉眼前杀了他的众子 巴比伦王也杀了犹大所有的险贵 并且把西底嘉的眼睛弄瞎了 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迦勒底人放火 焚烧王宫和民房 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城里剩下的人民 和那些已经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人 以及其余的人民 都被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录到巴比伦去 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把民众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 留在犹大地 同时把葡萄园和田地分给他们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提到耶利米 吩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 你把他带去 好好照顾他 且不可伤害他 他对你怎样说 你就给他照办 于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大臣尼布撒斯班 术士长尼贾沙利靴 以及巴比伦王所有的大臣 都派人去 把耶利米从卫兵的院子里提出来 交给沙藩的孙子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叫他带耶利米回家去 这样耶利米就住在人民中间 耶利米还监禁在卫兵的院子里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你去告诉古时人以伯米勒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在这城实现我的话 降祸不降福 到那日 这一切都必在你面前实现 但到了那日 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惧怕的人手里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必定搭救你 你必不会倒在刀下 必可以捡回自己的性命 因为你信靠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四十章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在拉玛释放了耶利米以后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被提出来的时候 还被铁链锁着 在所有从耶路撒冷和犹大 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中间 护卫长把耶利米提出来 对他说 耶和华你的神 曾说要降着灾祸在这地方 现在耶和华使灾祸临到 照他所说的行了 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所以这事才临到你们 我现在解开你手上的铁链 你若认为与我一同到巴比伦去好 就一起去 我必好好照顾你 你若认为与我一同到巴比伦去不好 就不必去 看 全地都在你面前 你认为去哪里好 哪里合宜 就到哪里去吧 耶利米还没有回答 护卫长又说 你可以回到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 基大利是巴比伦王指派管理犹大各成的 你可以和他一起住在人民中间 或是你认为去哪里合宜 就到那里去吧 于是护卫长给他粮食和礼物 就释放他走了 耶利米就到米斯巴去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和他一同住在那里 剩下的人民中间 在田野的众将领和他们的士兵 听见巴比伦王委派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那地 也委派他管理那些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男人 妇女孩童和那地最贫穷的人 他们就来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其中有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加利亚的两个儿子 约哈南和约拿丹 丹护面的儿子 西莱亚 尼陀法人 以匪的众子 和马家人的儿子 耶撒尼亚 以及他们的士兵 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向他们和他们的士兵启示说 你们不要惧怕服侍迦勒底人 只管住在这地 服侍巴比伦王 就可以平安无事 至于我 我要留在米斯巴 事后那些来到我们这里的迦勒底人 你们只管收藏酒 夏天的果子和油 放在器皿里 并且住在你们所占有的城中 那些在摩押 亚门 以东和各地所有的犹大人 听见了巴比伦王在犹大留下一些渔民 并且指派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 所有的犹大人就从被赶如道的各地方回来 到犹大帝的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并且收存了许多的酒和夏天的果子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重将领 都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对他说 亚门王巴利斯派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来杀你 你知道吗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不相信他们 后来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在米斯巴私下告诉基大利说 请容我去把米斯巴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杀了 并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要让他杀你 以致集合到你那里来的所有犹大人都分散 犹大余生的人都灭亡呢 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 你不可做这事 因为你所说关于以什玛利的事 都是谎话 耶利米书第41章 但在七月的时候 王义以利沙玛的孙子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也是王的一位大臣 带了十个人 和他一起到米斯巴去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在米斯巴一起吃饭的时候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和与他一起的那十个人就起来 用刀袭击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就是巴比伦王指派管理纳地的 把他杀掉 以什玛利也击杀了所有在米斯巴 和基大利一起的游荡人 以及在那里所遇见的迦勒底军兵 他杀了基大利以后 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 有八十个人 从事件 士罗和撒玛利亚前来 胡须剔去 衣服撕裂 身体割破 手里拿着素剂和乳香 要带到耶和华的店里去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从米斯巴出来迎接他们 边走边哭 遇见了他们 就对他们说 请你们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到了城中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和与他一起的人 就把他们杀了 扔在坑里 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 却对以什玛利说 请不要杀死我们 因为我们有许多小麦 大麦 油和蜜 埋藏在田间 他就住了手 没有把这十个人 在他们的兄弟中一同杀死 以什玛利把他们 所击杀的人的尸体 全部扔在坑里 他杀这些人 是因为基大利的缘故 这坑是从前 亚撒王为了防御 以色列王 巴沙而挖掘的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用那些被杀的人的尸体 填满了那坑 以什玛利还掳去 所有留在米斯巴的渔民 包括王的众公主 和所有留在米斯巴的人民 这些人都是护卫长 尼布萨拉旦 交给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管理的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把他们掳走 往亚门那里去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与他一起的重将领 听见了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所行的一切恶事 就率领所有的人 去攻打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在激便的大水池边 追上他 在以什玛利那里的众民 看见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与他一起的重将领 就都欢喜 于是以什玛利 从米斯巴鲁区的众民 都转身 归到加利亚的儿子 约哈南那里 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带着八个人 逃脱了约哈南的手 到亚门那里去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与他一起的重将领 就夺回了全部渔民 包括军兵 妇女 孩童 和宫中的承载 就是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在刺杀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以后 从米斯巴鲁走的 约哈南把这些人 都从鸡变带回来 他们去到 伯利恒附近的 基罗特金海 停留在那里 想要往埃及去 躲避加勒底人 他们惧怕加勒底人 因为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杀了巴比龙王 指派管理纳地的 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 所有的将领 包括加勒亚的儿子 约哈南 和和沙亚的儿子 耶撒尼亚 以及全体人民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上前来 对耶利米先知说 求你容我们向你恳求 请为我们这余圣的民 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 因为我们从前人数众多 现在剩下的极少 就像你现在亲眼所见的一样 请为我们求耶和华你的神 只是我们当走的路 和该做的事 耶利米先知对他们说 我听见了 我必照着你们的话 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回答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必告诉你们 一句也不会向你们隐瞒 于是 他们对耶利米说 我们若不照着耶和华你的神 差遣你到我们这里来 所说的一切话去做 愿耶和华做真实和诚信的见证 指控我们 不论是甜是苦 我们都愿听从 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因为是我们委派你向他祈求的 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就必凡事亨通 过了十天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就把加利亚的儿子 约哈南和所有与他一起的将领 以及全体人民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就是你们委派我去为你们向他恳求的那位 这样说 你们若决意住在这地 我就建立你们 必不拆毁 灾职你们 必不拔除 因为我为那已经降在你们身上的灾祸回心转意 你们所怕的巴比龙王 你们不要惧怕他 你们不要惧怕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要拯救你们 要搭救你们脱离他的手 我要向你们施怜悯 他也会怜悯你们 使你们归回自己的土地 但是 你们若说 我们不住在这地 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话 或说 不 我们要去埃及地 在那里看不到战争 听不见号角的声音 也不会因缺乏粮食而饥饿 我们要留在那里 这样 犹大余圣的人啊 你们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若决意去埃及到那里寄居 你们惧怕的刀剑 必在埃及地追上你们 你们恐惧的饥荒 必在埃及紧随着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 所有决意去埃及 在那里寄居的人 必因刀剑 饥荒和瘟疫而死 他们没有一人能幸存 或避过我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从前怎样把我的怒气和烈怒 请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 现在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 我也必照样把我的烈怒 请到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成为令人惊骇 被人咒骂 咒诅和羞辱的对象 你们必不能再看见这地方 犹大余生的人啊 耶和华曾对你们说 你们不要去埃及 你们要确实知道 我今天已经警告你们了 你们实在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是你们委派我去见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说 请为我们向耶和华 我们的神祷告 无论耶和华我们的神说什么 你都要告诉我们 我们就必照着去做 我今天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派我来告诉你们的一切话 现在你们要确实知道 在你们想去寄居的那地方 你们必因刀剑饥荒和瘟疫而死 耶利米书第43章 耶利米向众民说完了 耶和华他们的神 吩咐他的一切话 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拆遣他去对他们说的一切话 和沙亚的儿子亚撒利亚 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以及所有狂傲的人 就对耶利米说 你再说谎 耶和华我们的神 并没有拆遣你来说 你们不可去埃及 在那里寄居 只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总用你来反对我们 为要把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 好使我们被杀害 或被掳到巴比伦去 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众将领以及众民 都不听从耶和华 要他们留在犹大地的命令 相反的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众将领 却率领犹大所有余圣的人 就是那些从被赶逐到各国 回来住在犹大地的 包括男人 女人 孩童和王的众公主 以及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留给沙帆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管理的众人 还有耶利米先知 和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把他们都带进埃及地 去到达比尼 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在达比尼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 说 你要在犹大人眼前 亲手拿几块大石头 埋藏在达比尼 法老宫殿门前 砖摇的灰泥中 然后对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要派人去领我的仆人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 我要在我所埋藏的这些石头上 安设他的王位 他必在上面张开他的帐篷 他必来攻打埃及地 那些注定死亡的必要死亡 那些注定被掳的必要被掳 那些注定被刀杀的必被刀杀 他必焚烧埃及的神庙 把他们烧毁并且掳掠 他必得着埃及地 好像牧人披上衣服那么容易 他必安然离开那里 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卖的神柱 放火烧毁埃及神庙 以下的话临到耶利米 论到所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就是那些住在密夺 达比尼 挪福 和巴特罗地的人 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都亲眼看见我将在 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 看哪 那些城镇今天仍然荒凉 没有人居住 这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事的缘故 他们向别神烧香 侍奉他们 惹我发怒 这些神是他们和你们 以及你们的列祖所不认识的 虽然我不断拆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说 你们千万不可行我所恨物 这可赠的事 他们却不听从 毫不留心 不肯离开他们的恶行 仍向别神烧香 因此 我必清出我的烈怒和怒气 在犹大的各城镇和耶路撒冷的街上烧起 以致他们都荒凉废弃 像今天一样 现在 耶和华万军的神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自己招来这样的大灾祸 使你们的男人女人 孩童和婴儿都从犹大中除灭 一个余生的人也不留下呢 为什么 因你们手所做的 在你们来寄居的埃及地 向别神烧香 惹我发怒 以致你们被除灭 成为地上万国咒诅和羞辱的对象呢 你们列祖的恶行 犹大列王的恶行 他们妻子的恶行 你们自己的恶行 和你们妻子的恶行 就是在犹大帝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们忘记了吗 直到今日 他们还没有痛悔 没有畏惧 也没有遵行 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立的律法和条例 因此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决意向你们降下灾祸 把全犹大都除灭 那些决意去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犹大余生的人 我必把他们除去 他们必在埃及地灭绝 他们必倒在刀下 必因饥荒灭亡 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因刀剑和饥荒而死 以致成了令人惊骇 被人咒骂 咒诅和羞辱的对象 我必用刀剑 饥荒和瘟疫 惩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人 好像惩罚耶路撒冷一样 那些去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犹大余生的人 必不能逃脱 不能幸存 不能返回他们心里渴望回去居住的犹大地 除了一些逃脱了的人以外 一个都不能返回 那些知道自己的妻子 曾向别神烧香的众人 和一大群站在那里的妇女 以及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的众民 回答耶利米说 你奉耶和华的名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不听从 我们口中说过的一切话 我们一定去做 我们要向天后烧香 交奠祭 好像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列祖 以及我们的君王和领袖 在犹大的各城 和耶路撒冷的街上所行的一样 那时我们吃得饱 得享福乐 不见灾祸 但是 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 和交奠祭以后 我们就样样都缺乏 又因刀剑和饥荒灭亡 那些妇女又说 我们不错 是向天后烧香和交奠祭 难道我们的丈夫不知道 我们照着天后的形象 日秉供奉他 向他教奠祭吗 耶利米对全体人民 对那些用这话答复他的男人 女人和众民说 你们和你们的列祖 以及你们的君王 领袖和全国的人民 在犹大的各城和 耶路撒冷的街上烧了香 耶和华怎能忘记 他心里怎能不想起呢 耶和华再不能容忍你们邪恶的行为 和你们所行可赠的事 故此 你们的土地荒凉 成了令人惊骇 被人咒诅的对象 没有人居住 好像今天一样 因为你们像别神烧香 得罪了耶和华 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不遵行他的律法 条例和法度 所以这灾祸临到你们 好像今天一样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 在埃及地所有的犹大人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和你们的妻子亲口说过 我们一定要实行我们的愿 向天后烧香 叫奠祭 你们果然牵手做了 现在你们只管持定你们所许的愿 只管实行你们的誓言吧 但所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看啊 我指着我伟大的名启示 在埃及全地 每一个犹大人的口中 再不会呼唤我的名说 我指着永活的主 耶和华启示 看啊 我要留意向他们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所有的犹大人 都必因刀剑和饥荒灭亡 直到灭绝 那些逃脱刀剑的 必从埃及地返回犹大地 他们人数很少 这样 所有去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 犹大余生的人 就知道 谁的话实现 我的 还是他们的 我要在这地方惩罚你们 这是给你们的征兆 好使你们知道 我说要降祸给你们的话 一定实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把埃及王法老 和弗拉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和那些寻索他性命的人的手中 像我把犹大王西底加 交在他仇敌 那寻索他性命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一样 以下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晋第四年 耶利米先知 对尼利亚的儿子巴鲁所说的话 巴鲁从耶利米口中 把这些话写在书卷上 巴鲁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曾说 我有祸了 因为耶和华在我的痛苦上 加添忧愁 我因哀哼而困乏 得不着安宁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 你要这样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所建立的 我必拆毁 我所栽种的 我必拔除 我必这样对待全地 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看哪 我必使灾祸降在全人类身上 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必使你捡回自己的性命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46章 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 临到耶利米先知 以下的话是关于埃及 论到埃及王法老尼戈的军队 这军队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靖第四年 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在靠近又发拉底河的 加基米师击败 要准备好大小的盾牌 踏上战场 要装备马匹 骑上战马 站好岗位 戴上头盔 磨块枪毛 穿上铁甲 但为什么我看见他们金黄 转身退后呢 他们的勇士被击败了 他们急速奔逃 不敢回转 思维都是惊慌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快跑的跑不掉 勇士也不能逃脱 他们在北方 在右发拉底河边 都半叠扑倒 那向尼罗河上涨 向江河的水翻腾的是谁呢 埃及向尼罗河上涨 向江河的水翻腾 他说 我要上涨掩盖大地 我要毁灭城镇和城里的居民 马匹啊 上前吧 战车啊 狂奔吧 勇士啊 就是紧握盾牌的古石人和福人 以及拉弓的旅迪亚人啊 上阵吧 那是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 是报仇的日子 他要向自己的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噬 饱餐他们的肉 痛饮他们的血 因为在北方 靠近右发拉底河之地 主万军之耶和华 要屠宰敌人 像杀寄生一样 埃及的人民啊 上激烈去取乳香吧 你虽多用药物都是无效 你必不得一致 列国听见你的羞耻 大地满了你的爱好 因为勇士和勇士相碰 双方一同扑倒 以下是耶和华对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 轮到巴比龙王 尼布贾尼萨 要来攻打埃及地 你们要在埃及传扬 在密夺宣告 在挪福和达比尼宣扬说 要站好岗位 做好准备 因为刀剑要吞灭你周围的人 你的壮士为什么俯伏 他们站立不住 是因耶和华把他们推倒了 他使众人半叠倒在一起 他们说 起来 我们要回到我们本族 和我们出生之地那里去 躲避欺压者的刀剑 他们在那里喊叫 埃及王法老不过是喧哗的声音 他已失去机会 名叫万钧之耶和华的王宣告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必有一位要来 像群山中的塔伯山 像海边的加密山一样 住在埃及的人民呢 要为自己预备贝鲁时所需的器物 因为挪福必成为荒场 必被烧毁 无人居住 埃及是一头肥美的母牛 但北方的牛虫已经来到他身上 他中间的雇佣兵 像棚里的肥牛犊 他们一同转身逃跑 没有一个站立得住 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 受惩罚的时候 已经临到他们身上 他逃走的声音像蛇形的响声 因为敌人要成对而来 像砍伐树木的 拿着斧子前来攻击他 他们要砍伐他的森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的森林虽然茂密难以通过 但敌人比蝗虫还多 无法数算 埃及的人民必蒙羞受入 必交在北方的民族的手中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看哪 我必惩罚挪的亚门神 法老和那些倚靠法老的人 我必把他们交在那些 寻所他们性命的人的手里 就是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和他的臣仆的手中 但以后 埃及必再有人居住 像从前一样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至于你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必从远方拯救你回来 从贝鲁之地 必拯救你的后裔 脱离他们贝鲁之地 雅各必归回 得享平静安逸 没有人可以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要消灭我赶逐你去的列国 却必不消灭你 我要按公正惩治你 绝不能免你受罚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47章 在法老公集加萨以先 耶和华论到 非利式人的话 临到耶利米先知 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有水从北方涨起 成为一股泛滥的洪流 也莫大地和地上的一切 也莫城镇和住在城中的居民 人必呼喊 地上所有的居民必哀嚎 因为听见战马的提声 还有战车淋淋和车轮碌碌的响声 做父亲的双手酸软无力 不能照顾他们的儿女 日子将到 非利式人必全遭毁灭 所有曾援助推罗和西顿 仍然幸存的人必被剪除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非利式人 就是加费托到余胜的人 加萨成了秃头的 雅士基伦静默无声 在他们的平原上 余胜的人啊 你们画伤自己的身体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的刀剑啊 你要到几时才可停下来呢 请你入窍吧 休息静止吧 但耶和华既吩咐了他 又怎能停下来呢 他只派了他去攻击 雅士基伦和沿海一带 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 论到摩押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尼泊有祸了 因为他病为荒凉 吉列亭蒙受羞辱被占领了 这城堡蒙受羞辱被毁坏 摩押不再被人称赞 敌人在西石本计谋害他说 来吧 我们要把他剪除 使他不再成国 马德勉啊 你也要静默无声 刀剑必追赶你 从和罗念传出哀好的声音说 荒凉了 大大毁灭了 摩押毁灭了 他的孩童发出哀叫 在上鲁西的路上 摩押人随走随哭 从和罗念下来的途中 听见他们因城被毁 发出凄惨的哀嚎声 你们要逃跑 赶快逃命吧 你们好像旷野的灌木 你因为倚靠你的成就和财富 就必被攻去 基末必被掳去 侍奉他的祭司和领袖 都必一同被掳去 行毁灭的必来攻击一切城镇 没有一座城可以幸免 山谷必被蹂躏 平原必受破坏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你们要在摩押上面撒盐 因为他必成为废墟 他的城镇必成为荒凉 没有人在里面居住 不努力去做耶和华的工作的 该受咒诅 不是自己的刀剑见血的 应受咒诅 摩押自年幼以来 常享安逸 像不受搅扰的酒在缸里澄清 从没有倒进另一个缸里去 他也从没有被人掳去 因此他仍保留着原味 他的芬芳没有改变失去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拆派倒酒的人到他那里去 把他倒出来 直至倒空 又把酒缸打碎 摩押必因寂寞羞愧 好像以色列家因他们可以靠的 伯特利的神像羞愧一样 你们怎么说 我们是勇士 是善战的武士 摩押被毁灭 敌人上来攻击他的城镇 摩押最精锐的少年下去被屠杀 这是君王的宣告 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 摩押的灾难已经临近了 他的祸患迅速来到 所有在他四围的 所有认识他名的 你们都要为他哀悼说 那有能力的权杖 华美的杖竟然折断了 住在敌本的人民 要从你们荣耀的位上下来 坐在干旱的地上 因为毁灭磨压的 要上来攻击你们 摧毁你们的坚固城 亚罗尔的居民啊 要站在路旁观望 询问那些正在逃跑的男女说 发生了什么事 摩押蒙受羞辱 因为他已被毁灭了 你们要哀嚎喊叫 要在亚嫩河宣告 摩押毁灭了 审判临到了平原之地 就是河伦、亚杂、米法亚、迪本、尼波 伯迪比拉太阴、基列亭、伯加末 伯米恩、加略、伯斯拉和摩押地 远近所有城市 摩押的脚被砍下 他的绑臂被折断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使摩押沉醉 因为他向耶和华妄自尊大 摩押必叠在自己所吐之物上面 也必成为被人讥笑的对象 摩押 以色列不是曾经成为你讥笑的对象吗 他岂是被捕获的强盗 以致你每逢提到他 总是摇头嘲笑 摩押的居民啊 你们要离弃城镇 住在山岩里 像鸽子在峡谷的边上竹巢 我们听说摩押的骄傲 他非常骄傲 我们听到他的狂妄 骄傲 傲慢和心理的自高 我洞悉他的狂傲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的狂傲毫无根据 他的夸耀不能成事 因此 我要为摩押哀嚎 为全摩押喊叫 为吉尔哈列社人哀哼 西比玛的葡萄树啊 我要你哀哭 比人为雅蟹哀哭更厉害 你的枝子伸展过海 延伸到雅蟹 那行毁灭的 要来摧毁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的葡萄 摩押肥沃的土地上 不再有欢喜和快乐 我使榨酒池 不再流出酒 再没有人欢呼踹酒 有人呼喊 却不是踹酒的欢呼声 西石本的哀叫 传到以利亚利 他们发出的声音 传到雅杂 从索尔达到 河罗谷和伊基拉斯利施亚 因为连凝临的河水 也都干涸了 我要灭绝在摩押 那些秋坛上献祭 和向他们的神烧香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我的心为摩押物业 好像人用笛吹碗歌 我的心为吉尔哈列社人物业 好像人用笛吹碗歌 因为他们所得的财宝都失掉了 他们个人的头都剃光了 胡须也剃掉了 他们割伤了自己的手 药树麻布 摩押境内一切房顶上和广场上 处处都有哀哭的声音 因为我击碎了摩押 好像打碎没有人要的器皿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摩押的毁灭多么厉害 他们的哀嚎多么凄惨 摩押怎样蒙羞转备 这样摩押就成了他思维众人 绩效和惊骇的对象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必有一人向大鹰急飞 展开翅膀攻击摩押 城市被攻取 尖累被占领 在那日 摩押勇士的心必惊慌 像临产妇人的心一样 摩押必被摧毁 不再成为一个民族 因为他向耶和华 妄自尊大 摩押的居民啊 恐惧陷阱 圈套都落在你们身上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逃避恐惧的 必跌进陷阱 那从陷阱中出来的 必被圈套困着 因为我必使摩押 受惩罚的年日临到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西石本的隐蔽处 难民筋疲力尽地站着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从西红的宫中冒出来 吐灭了摩押的前额 和吵闹的人的头顶 摩押 你有祸了 积磨的人民灭亡了 因为你的种子都被掳去了 你的众女儿也都被掳去了 但日后 我必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有关摩押的宣判 到这里为止 《耶利米书》第49章 论到亚门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没有子孙吗 没有后四吗 为什么米勒公 竟承受了加德为业呢 因此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战争的呐喊声响起 有敌人来攻击亚门的拉巴 拉巴必成为一片废墟 数它的乡镇 必被火焚烧 那时 以色列人 必从侵略他们的人的手中 收回土地 这是耶和华说的 西石本啊 你要哀嚎 因为爱成已被毁灭 拉巴的居民 你们要呼喊 要腰束麻布 要哀哭 要在城墙内跑来跑去 因为米勒公 以及侍奉他的契司和领袖 都必一同被掳去 被盗的居民啊 你们为什么应有山谷 就是你们那肥沃的山谷 而夸口呢 你们十分倚靠自己的财宝说 有谁敢来攻击我们呢 看哪 我必使你们因四围的列国而恐慌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必被赶逐 各自逃命 没有人把四散奔逃的人聚集起来 但我日后 必使被弩的雅门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论到以东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提慢再没有智慧吗 聪明人已经既穷才尽吗 他们的智慧都消失了吗 抵旦的居民啊 你们要转身逃跑 藏在隐蔽的地方 因为我惩罚以扫的时候 必使灾祸临到他身上 收取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 岂不剩下一些葡萄吗 盗贼若在夜间来到你那里 岂不是只偷他们所要的吗 但是我要使以扫赤裸 揭露他藏匿的地方 以示他不能隐藏 他的后裔 他的兄弟和他的邻居都必灭亡 没有人会说 你撇下你的孤儿 我必使他们存活 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原不该喝那杯的尚且一定要喝 难道你可以完全免受刑罚吗 你必不能免受刑罚 你一定要喝那杯 因为我曾指着自己启示 波斯拉必成为令人惊骇 被人羞辱和咒诅的对象 他必变成荒野 他一切的城镇都必永远变成荒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了一个信息 有一位使者被派往列国去 说 你们要聚集去攻击以东 要起来征战 看哪 我必使你在列国中成为弱小的 在世人中被藐视 你那令人站立的威风 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 你这住在岩石的隐秘处 雄聚山岭高处的 你虽如鹰在高处搭窝 我也必把你从那里拉下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东必成为令人惊骇的地方 每一个经过那里的 都必因这地所遭受的一切创伤而惊骇 并且吃笑他 以东必轻腹 像索多玛、俄摩拉和他们的城镇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没有人住在那里 也并没有人在那里寄居 看哪 狮子怎样从约旦河边的丛林走上来 攻击常绿的牧场 照样 我必在眨眼之间把以东赶走 使他离开这地 谁蒙拣选 我就派谁治理这地 谁能和我相比呢 谁可以把我传来审讯呢 哪一个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因此 你们要听耶和华筹谋对付以东的计划 和他为了提慢的居民所定下的策略 他们羊群中最小的也必被拉去 他们的牧场也必因临到他们的灾祸而荒废 因他们倒下的响声地就震动 并且有哀叫的声音 在红海那里也听得到 看哪 必有一人向大鹰飞扑而来 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 在那日 以东勇士的心必惊慌 像临产妇人的心一样 论到大马士革 耶和华说 哈马和雅尔拔纷乱不安 因为他们听到了坏消息 他们的心融化 焦虑慌张 像不能平静的海洋 大马士革失去勇气 转身逃跑 但恐慌抓住他 忧虑痛苦把他捉住 像正在生产的妇人的痛苦一样 著名的城市 我所欢喜的市镇 怎么竟被撇弃呢 他的年轻人必扑倒在他的街道上 到那日 所有的战士都必被消灭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焚烧大马士革的城墙 烧毁汴哈达的堡垒 轮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所击败的基达 以及下索诸国 耶和华这样说 起来 上去攻击基达 消灭东方人 夺去他们的帐篷和羊群 带走他们的慢子 一切器具和骆驼 人必向他们呼叫 四围都是惊慌 下索的居民啊 你们要逃跑 快快逃命 藏在隐蔽的地方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筹谋计划对付你们 定下策略 攻击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起来 上去攻打那安逸无虑的国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这国没有城门 也没有门栓 他们是独自居住的 他们的骆驼 必成为猎物 他们无数的牲畜 必成为鲁物 我必把那些 剔除了病法的人 分散到四方去 我必使灾祸 从四面八方 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下索必成为野狗的巢穴 永远荒凉 必没有人住在那里 也必没有人在那里寄居 犹大王西底嘉 开始执政的时候 耶和华论到以兰的话 临到耶利米先知 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折断以兰的弓 就是他们战斗力强的武器 我要使四封 从天的四边 刮到以兰身上 把他们分散到四方 以致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以兰难民的踪迹 我必使以兰人 在他们的仇敌面前惊慌 在寻索他们性命的人 面前恐惧 我必使灾祸 就是我的烈怒 临到他们身上 我必拆遣刀剑追赶他们 直到把他们灭绝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 除灭那里的君王和领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但日后 我必使贝鲁的以兰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 以下是耶和华借耶利米先知 论到巴比伦 就是迦勒底人的地所说的话 你们要在列国中传扬和宣告 要竖起旗帜宣扬 不可隐瞒说 巴比伦被攻取了 比勒蒙羞 米罗达惊慌 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 他的偶像都惊慌 因为有一个国家从北方来攻击他 是他的地荒凉 没有人在那里居住 人畜都逃跑无踪 到那些日子 那时候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色列人必和有大人一同来 边走边哭 要寻找耶和华他们的神 他们要询问 往西安的路 又面向西安说 来吧 我们要以那永不可忘记的约 与耶和华联合 我的子民成了迷失的羊 他们的牧人 是他们走错了路 是他们在山上徘徊 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 忘记了他们安歇之处 所有遇见他们的都吞吃他们 他们的敌人说 我们没有罪 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 那真正的居所 耶和华是他们列祖的盼望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间逃跑 从迦勒底人的地出来 要向公山羊走在羊群前面 因为 看啊 我必激动强国从北方之地连群而来 攻击巴比伦 他们要列阵攻打巴比伦 巴比伦就必被攻去 他们的剑 必向善战的勇士 不会空手而回 迦勒底必成为猎物 掳掠他的 都必心满意足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抢夺我产业的 你们虽然欢喜快乐 像踹鼓的小牛跳跃 像雄壮的马斯教 但你们的母亲必极度羞愧 生你们的必受耻辱 看啊 他要在列国中 沦为最弱小的 成为旷野 汉地 沙漠 因耶和华的烈怒 巴比伦并没有人居住 完全荒废 每一个住过巴比伦的 都必因这地遭受的一切创伤而惊骇 并且吃笑他 所有拉宫的啊 你们要在巴比伦四围列阵 射箭攻击他 不要吝啬箭支 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要在他的四周 呐喊攻击他 他投降了 他城墙的支柱倒塌了 他的城墙拆毁了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报复 你们要向巴比伦报复 他怎样带人 你们也要怎样带他 你们要把播种的和在收割的时候手持镰刀的 都从巴比伦剪除 因为欺压者的刀剑 他们个人必归回自己的本族 各自逃回自己的故乡 以色列是被赶散的羊 他被狮子赶逐 先是亚述王把他脱灭 现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要咬碎他的骨头 因此 万军之耶和华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国土 像我以前惩罚亚述王一样 我必领以色列回到他的牧场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 又在以法连山地和基列地吃的饱足 到那些日子 那时候 人要寻查以色列的罪孽 却无所发现 要查究犹大的罪恶 却一无所见 因为 我必赦免我留下的那些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攻击米拉大翁的地 上去攻击他 又攻击比戈的居民 屠杀他们 把他们彻底消灭 照着我吩咐你们的一切执行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境内有战争的声音 和极大的毁灭 极大全地的大锤 怎么被砍断毁掉 巴比伦在列国中 怎么成了令人惊骇的对象呢 巴比伦啊 我设下网罗捉拿你 你被捉住 仍不自觉 你被发现 也被抓住 因为你和耶和华争斗 耶和华打开了自己的军械库 拿出他愤怒的武器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 在迦勒底人的地 有事要做 你们要从四面八方 攻击巴比伦 打开他的骨仓 把他堆起来 好像堆穀物一样 把他彻底消灭 什么都不留下 要击杀他所有的公牛 使他们下去被屠杀 他们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日子 就是他们受惩罚的时候 来到了 听哪 从巴比伦的地 逃出得以脱险的人 在喜安述说 耶和华 我们神的报复 就是为他的殿 而施行的报复 要召集弓箭手 去攻击巴比伦 要召集所有拉弓的 要在巴比伦的四围 安营攻击他 不容易人逃脱 要照着他的所作所为 报应他 他怎样带人 你们也要怎样带他 因他狂傲地敌对 耶和华 与以色列的圣者为敌 所以 他的年轻人 必扑倒在他的街道上 到那一天 他所有的战士 都必被消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傲慢的人啊 我必敌对你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你的日子 就是我惩罚你的时候来到了 那傲慢的 必半叠扑倒 没有人扶他起来 我必在他的城镇中放火 吞灭他四围的一切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人被压迫 有大人也一样受到欺压 所有俘虏他们的 都紧紧抓住他们 不肯释放他们 但他们的救赎主 大有能力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必认真地 为他们的案件申辩 好使那地得到安宁 却使巴比伦的居民 慌乱不安 刀剑必攻击迦勒底人 攻击巴比伦的居民 攻击他的领袖和智慧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刀剑必攻击 胡说八道的假先知 他们必变成愚昧 刀剑必攻击他的勇士 他们必惊慌失措 刀剑必攻击他的马匹和战车 攻击他境内所有外族的人 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柔弱 刀剑必攻击他的一切宝库 他们必被抢掠 刀剑必攻击他的河流 他们必干涸 因为这是偶像的地 人必因可怕的偶像迷失本性 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 鸵鸟也必住在其中 那地永远再没有人居住 世世代代不再有人住在那里 就像神亲父的索多玛 俄摩拉和他们临近的城镇一样 必没有人住在那里 也必没有人在那里寄居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有一个民族从北方而来 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 从地级来到 他们紧握攻和枪 性情残忍 毫无怜悯 他们的声音像海洋怒吼 巴比伦的居民啊 他们骑着战马 在战场上如同一人 列阵攻击你们 巴比伦王听了有关他们的消息 手就发软 痛苦紧紧抓住他 他疼痛 好像正在生产的妇人 看哪 狮子怎样从约旦河边的丛林走上来 攻击常绿的牧场 照样 我必在眨眼之间 把巴比伦赶走 使他离开这地 谁蒙拣选 我就派谁治理这地 谁能和我相比呢 谁可以把我传来审讯呢 哪一个牧人 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因此 你们要听耶和华 筹谋对付巴比伦的计划 和他为了攻击迦勒敌人的地 所定下的策略 他们羊群中最小的 也必被拉去 他们的牧场 也必因临到他们的灾祸而荒废 因巴比伦陷落的响声 地就震动 列国都听见他的哀叫声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激动毁灭者的心 去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 我必打发外族人去巴比伦 拨养他 养尽他的地 在他遭祸的日子 他们必从四围攻击他 不要容拉弓的拉他的弓 也不要容战士穿上盔甲站起来 不要顾惜巴比伦的年轻人 要把他的全军灭绝 他的全军 必在迦勒敌人的地被杀倒下 在他的街道上被刺死 虽然以色列和犹大境内 充满了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恶 以色列和犹大 却不会被他们的神万君之耶和华遗弃 你仍要从巴比伦境内逃出来 各自逃命 不要因他的罪孽灭亡 因为这是耶和华报复的时候 他必向巴比伦施行应得的报应 巴比伦曾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使全地都喝醉 列国喝了他的酒 酒都疯狂乱性 巴比伦必突然倾覆毁灭 你们要为他哀嚎 拿乳香来消除他的痛处 也许可以治好他 我们本想医治巴比伦 但他没有治好 我们离开他 各归本地去吧 因为他的刑罚极大 上达于天 直到云霄 耶和华已为我们伸冤 来吧 我们要在西安宣扬 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 你们要磨尖箭头 拿起盾牌 耶和华定义要毁灭巴比伦 所以激动马带诸王的心 这是耶和华的报复 就是为他的殿而施行的报复 你们要竖起旗帜 攻击巴比伦的城墙 并要加强防卫 设立防哨 布下埋伏 因为耶和华不但定义 也必做成他攻击巴比伦居民的话 你这住在众水旁 多有财宝的 你的结局到了 你被剪除的时刻到了 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必使敌人充满你 像蝗虫一样布满你的权力 他们必对你发出胜利的呐喊 耶和华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大地 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世界 又用自己的聪明展开了诸天 它一发生 空中诸水就澎湃 它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它造了闪电和雷雨 又使风从它的仓库里吹出来 人人都是顽梗无知 所有的金匠都因偶像羞愧 因为他们铸造的像都是虚假 没有气息 偶像都是虚无的 是荒谬可笑的作品 到了陶醉的时候 他们必被除灭 那座雅各产业的并不像这些偶像 因为它是万物的创造者 以色列是属它的民族 冠军之耶和华是它的名 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铁锤 做我的兵器 我用你们打碎列国 用你毁灭万邦 我用你打碎战马和骑马的 用你打碎战车和坐战车的 我用你打碎男人和妇女 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 用你打碎少男和少女 我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羊群 用你打碎农夫和他的羹牛 用你打碎省长和总监 但我必在你们眼前 报复巴比伦和迦勒底所有的居民 在西安所做的一切恶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行毁灭的山啊 就是毁灭全地的山啊 我要和你作对 我要伸手攻击你 使你从山岩上滚下来 使你成为烧毁了的山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必不从你那里去石头做防角石 也不从你那里去石头做基石 因为你必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在地上竖起旗帜 在列国中吹号角 使列国做好准备攻击巴比伦 把亚拉拉、米尼、亚什基纳等国 照来攻击他 又指派元帅来攻击他 使马匹向蝗虫汹涌上来 你们要使列国做好准备攻击他 使马带诸王和他的省长、总监 以及他们辖下各地的人民 都做好准备攻击他 大地震动翻腾 因为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定的旨意 立定不移 要使巴比伦的地荒凉 没有人居住 巴比伦的勇士停止作战 留在堡垒里面 他们的勇士消退 变成像富人一样软弱 巴比伦的房屋被火焚烧 他的门栓都被折断 一族一个接一个跑来 报信的也相继而至 向巴比伦王报告 他的京城已经完全被攻取了 渡口已经被占据了 生满芦苇的沼泽也被火烧了 军兵都惊慌失措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巴比伦城好像正被踹平的河场 再过片时 他被收割的时候就到了 以色列人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吞灭了我们 使我们十分混乱 又使我们成为空的器皿 他像怪兽把我们吞下 他的肚塞满了我们的美物 他却把我们吐出去 西安的居民要说 愿巴比伦以强暴带我们的罪 归到巴比伦身上 耶路撒冷要说 愿留我血的罪 归到迦勒底的居民身上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为你的案件申诉 为你报仇 我必使巴比伦的河水枯竭 使他们的水源干涸 巴比伦必变成乱堆 成为野狗的巢穴 成为令人惊骇和吃笑的对象 没有人居住 巴比伦人 必向少壮狮子一起吼叫 又向幼狮咆哮 他们食欲大动的时候 我必为他们摆设沿席 使他们喝醉 狂欢乱叫 然后永远沉睡 不再醒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他们像羊羔 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一样 下到屠宰之地 士沙克 怎么尽被攻去 全地所称赞的 怎么尽被占领 巴比伦在列国中 怎么尽成了令人惊骇的对象 大海上涨漫过巴比伦 他被汹涌得波浪淹没 他的城镇变为荒凉 成为干旱的地和沙漠 没有人住在里面 也没有人经过 我必惩罚巴比伦的比勒 是他从口中吐出他所吞噬的 列国必不再归附他 巴比伦的城墙也倒塌了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 各自逃命 躲避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不要心惊胆怯 也不要印在境内听到的谣言惧怕 因为今年有谣言传来 明年也会有谣言传来 境内有强暴的事 官长互相攻击 因此你看 日子快到 我必惩罚巴比伦的偶像 巴比伦全地都必猛羞 所有被刺杀的人都必倒在境内 那时天地和其中的一切 都必因巴比伦的亲父欢呼 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攻击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巴比伦必因以色列被刺杀的人而倒下 就如全地被刺杀的人因巴比伦而倒下 那些已逃脱了刀剑的人啊 走吧 不要站着 要从远方纪念耶和华 心中惦念耶路撒冷 我们因听见入貌而蒙羞 满面惭愧 因为外族人进入了耶和华殿的圣所 因此 看哪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惩罚巴比伦的偶像 在巴比伦全境 到处都有被刺伤的人在哀哼 即使巴比伦升到天上 即使他在高处建造难以近亲的堡垒 但必有形毁灭的从我这里去攻击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听啊 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传出 有大毁灭的声音从迦勒底人的地发出 因为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 是城中喧闹的声音灭绝 敌军好像洪水 波浪澎湃 发出呐喊的声音 因为有一位形毁灭的来攻击巴比伦 巴比伦的勇士被擒住 他们的功努折断了 因为耶和华是报应的神 他必报复巴比伦 我必使巴比伦的领袖和智慧人 省长、总监和勇士都喝醉 永远沉睡 不再醒来 这是君王的宣告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巴比伦宽阔的城墙 必被夷为平地 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焚烧 万民所劳碌的都必成空 万族所辛劳的都付诸一句 犹大王西底加执政的第四年 马西亚的孙子 尼利亚的儿子 希莱雅和王同去巴比伦的时候 耶利米先知有话吩咐希莱雅 他是掌管住宿事务的官员 耶利米把一切将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 就是这一切论到巴比伦的话 都写在一卷书上 耶利米对希莱雅说 你到了巴比伦以后 一定要宣读这一切话 然后你要说 耶和华 轮到这地方 你曾经亲自说过要把它剪除 使这地永远荒凉 没有人处居住 你宣读完这书卷以后 要把一块石头和书拴在一起 丢进诱发拉底河里 然后说 巴比伦必因耶和华所要降给他的灾祸 照样沉下去 不再浮上来 他的人民也必灭没 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耶利米书第52章 西底嘉登基的时候是21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 他母亲名叫哈姆他 是历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向约亚尽一切所行的 因为耶和华的怒气 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直到他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 后来西底嘉背叛了巴比伦王 西底嘉做王第9年10月10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率领他的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 他们在城外安营 又在四周竹垒攻城 于是城被围困 直到西底嘉王第11年 4月9日 城里饥荒非常严重 甚至纳地的人民都断了粮食 城终于被攻破了 所有的战士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的花园的两墙中间的纳门 逃跑出城 那时迦勒底人在四围攻城 他们就往亚拉巴的方向逃走 迦勒底人的军队追赶 在耶利哥的原野上 把西底嘉追上了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他们把王擒住 把他接到哈马地的利比拉 巴比伦王那里 他就宣判他的罪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 当着西底嘉眼前杀了他的众子 也杀了犹大所有的领袖 并且把西底嘉的眼睛弄瞎 然后用铜链锁住他 巴比伦王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关在牢里 直到他去世的日子 5月10日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第19年 势力在巴比伦王面前的护卫长 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 他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以及耶路撒冷一切房屋 一切高大的房屋 他都放火烧了 跟随护卫长的迦勒底人 全军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所有的城墙 至于人民中最贫穷的 城中剩下的人民 和已经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人 以及剩下的技工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都掳了去 至于那地最贫穷的人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把他们留下 去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 以及耶和华殿的铜座和铜海 迦勒底人都打碎了 把所有的铜都运到巴比伦去 他们又把锅、铲子、竹简、碗、碟子 和净败用的一切铜器都拿去了 此外、碗盆、火顶、碗、锅、灯台、碟子 和电酒的绝 无论是金的或是银的 护卫长都拿去了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的殿 所做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 铜海下面的十二头铜牛 和十个铜座 这一切器皿的铜 重得无法可乘 至于那些柱子 每根高八公尺 圆周是五公尺三公分 柱子是空心的 铜的厚度有七十五公里 柱上有铜柱头 柱头高两公尺三十公分 柱头四周有网子和石榴 都是铜的 另一根柱子同样也有石榴 每个网子周围共有一百个石榴 明显可见的有九十六个 护卫长拿住祭司长西兰亚 副祭司长西凡亚和三个守门的 又从城里拿住一个管理军兵的官长 并且在城里搜获常见王面的七个人 和一个负责赵募当地人民的军长书记 又在城中搜获六十个当地的人民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把他们拿住 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击打他们 在哈玛地的利比拉把他们处死 这样犹大人被掳 离开了他们的国土 以下是尼布贾尼撒掳去的人民的数目 在他执政第七年 有犹大人三千零二十三名 尼布贾尼撒第十八年 从耶路撒冷掳去的有八百三十二人 尼布贾尼撒第二十三年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掳去犹大人七百四十五名 总数是四千六百人 犹大王约亚金被掳后第三十七年 就是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他恩待犹大王约亚金 把他从狱中领出来 并且安慰他 使他的地位高过和他一起在巴比伦的众王 又换下他的囚衣 此他终生常在王面前吃饭 他的生活费用 在他一生的年日中 每日不断由巴比伦王供应 直到他去世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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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